第二千八百六十一张万众瞩目,凤子皇女刚刚看上去,明显受了些伤,虽然依旧爆发出强横无匹的战斗力,横扫千军,但更像是在发泄心中的怒火。 而从远处飘然而至的苏子墨,青山磊落,神色聪容,呼吸平稳,明显比凤子皇女的状态要好得多。 苏竹大哥赢了,龙黎唯唯握拳,有些兴奋,凤主动用无上神通了吧,林寻真倒是有些担忧,道,我刚刚感受到,那边传来诸仙剑的锋芒。 在他看来,苏子墨与凤子皇女的大战中,提前释放出诸仙剑,等面对下音的时候,胜算就更低。 这等于将自己最大的底牌,先用了出来。 确实动用了无上神通,苏子墨点点头,随后微微停顿,道,不过,那道诸仙剑,却不是我释放出来的。 嗯,林寻真神色迷惑,下意识地问道,除了封主和我,还有谁,他话未说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道身影。 那个不依剑客,罗军,但很快,林寻真转念又一想,皱眉道,诸仙剑乃是诸仙帝君创造出来的无上神通,他一直被关押在最底之中,如何能领悟? 方法有很多,苏子墨道,以那人的天赋,若是见过诸仙剑的道法,感受过诸仙剑的剑意,配合他修炼的功法,就有机会领悟。 如果真一天结为九重,也有机会领悟诸仙剑。当年的云庭,也只是凭借着一部人杀剑爵,便三悟出诸仙剑的真谛。 封主,他会不会,林寻真的心中,环绕着一个巨大的迷惑?这件事,回到剑界再说吧,苏子墨微微摇头,身处邪魔战场,不知道被多少双眼睛盯着,此事不宜多谈。 众人稍作整顿,便一同上路,赶往邪魔战场第七区。与此同时,不论身处邪魔战场和地的真灵强者,都不约而同,朝着第七区及迟。 各大区域中,诸多真灵强者之间,虽有争斗,但大多潜尝者指,并未爆发大规模的战斗,也是因为想要去第七区观战。 这种异常的现象,也引起了众多邪魔罪灵的注意。 这是怎么回事,一位浑身笼罩着黑暗,穿着一袭黑色长袍,看不清五官容貌的罪灵开口问道。 在他的周围,还聚集着众多类似装扮的罪灵,如众星拱月般,将其勇促在中间的位置。 十大邪魔之一,非暗者,回禀师兄,一位最灵道,听说是天眼族和剑界的两位无上真灵,在第七区约战。 天眼族的无上真灵,非暗者清南道,千年前,湘蒙已死,来的可是夏英。 就是他,那位最灵道,与夏英决战的便是千年前斩杀湘蒙之人,似乎叫做苏竹。 有趣,黑暗者南南道,这样的大战,若是错过,未免可惜了。 邪魔战场第一区,一位身着黑袍的女子,背负长剑,手握浮沉,听着麾下打探过来的消息。 周梅道,两位无上真灵约站在第七区,居然惹出这么大动静。 我也过去瞧瞧,黑袍女子动身离开,这位正是十大邪魔之一,三千届的生灵称之为黑衣女。 第五区的一座山脉突然炸裂,一尊高大魁梧的身影一跃而起,手中拎着一根石棍,眼眸中泛着血光,竟是一头血缘。 第十区的虚空中,突然泛起一阵震波澜,一头叶叉显露出身影,咧嘴一笑,又再度隐没在虚空中。 十大邪魔,基本上散落在十大区域,但察觉到三千届真灵强者的异动,十大邪魔也纷纷朝着第七区行去,想要一探究竟。 三千届真灵,邪魔最灵,本是水火不容的两方势力,并未爆发什么太大的争斗,反而在一种无形力量的牵引之下,朝着第七区涌去。 邪魔战场第七区,一时间成为风云际会,万众瞩目之地。 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夏英独自站立着山巅之上,俯瞰苍茫,黑白道袍被风吹得烈烈作响。 他的心,却毫无波澜,身下这座山峰,是邪魔战场第七区的最高峰。 自从他降临在这座山峰上,这座山峰中,便没有了其他生灵。 这座山峰的名字,他不清楚,他也不在乎,他只知道,自己要站在最高峰的山巅之上,一览众山小,在万众瞩目下,战杀掉那的弱小的剑修。 至少在他眼中,那的剑修很弱,不值一提。 如果不是族内诸多王者一再要求,他其实想陪那的剑修多玩几招。 他喜欢那种居高临下,掌控一切,戏弄对方的感觉。 当然,一下才死,干净利落,倒也不错。 转念至此,他眉心处的血痕,微微张开,流露出一缕令人心悸的气息,仿佛来自幽冥地府,阴森可步。 睁开这只天眼的时候,他的表情会是怎样的呢? 下阴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 他嘴角微翘,淡淡的,有些冷酷,有些戏虐地笑着,仿佛看到了那个剑修临死前的绝望和惊恐。 这种表情,他在太多人的脸上看到过。 下阴眼眸中转动,目光扫过远处。 周围已经来了不少人,山脚下,半空中,草丛里,树林中,有来自三千界的真灵强者,其中甚至还有一些无上真灵,还有众多隐藏在远处的邪魔罪灵。 唉,下阴伸出手指,轻轻揉着眉心处的血痕,悠悠一叹,怕是要让他们失望了。 不会有什么旷世之战,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对决,只是一个回合,就结束了,下阴如此想着。 邪魔战场第七区的生灵,已经越来越多。 三千界的真灵强者,占据着这座山峰周围大半部分区域,唯有在西边,留给众多邪魔罪灵一片区域。 在夏阴和苏子墨这场大战没有开始前,双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倒也相安无事。 十界、梧桐界、昆界、彭界、光明界、蛮界、血界等一众超级大界的真灵,全部抵达。 花界、巨人界、独界、心界、玄界、无声界、木界、一众高等界面,也陆续赶到。 京界、木界、风界、雨界、雷界、电界、天蝎界、玉禅界、灵溪界等大多促中等界面,也纷纷抵达。 还有诸多低等界面,虽然没有无上真灵坐镇,却有不少真灵强者前来观战。 最高峰楚,夏英站在山巅,副手而立,居高临下,俯视天地。 邪魔战场内外,万众瞩目,狂风呼啸,飞杀弥漫,天地间,充斥着肃杀之意。 就在此时,一道青色身影,出现在天际尽头。 第二千八百六十二张轮回之眼,火,十大邪魔之一,夜叉鬼灵有些夸张地惊叹一声,道,我以为是什么狠角色,原来只是个空明奇的人族。 据说曾一人一见,斩杀过天眼族的相蒙。 黑暗者冷冷地说道,则,夜叉鬼灵撇了撇嘴,不以为然,不远处的罗军突然说道,此人来自间界,确实很强。 挡得住轮回之眼,一位眼眸中有星辰沉浮的男子反问一句,罗军抿了名嘴,没有说话,若是混战之中,他还有可能出手帮助苏子墨。 可如今,众目睽睽之下,两人在山边一战,就连他也没办法出手干预。 此时,十大邪魔齐聚,对于这一战,邪魔罪灵这边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不支持任何一方。 如果双方能打得两败俱伤,对他们来说,自是最好不过。 黑衣女突然说道,此山名为盲山,自中有亡,寓意不详,此战必分生死。 且盲与盲同音,引有失明指向,对下音不利。 哈哈,夜叉鬼灵大笑一声,讥讽道,你胡弄鬼呢。 你这一脉传承的道法,都是这些故弄玄虚的玩意儿。 黑衣女并未反驳,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夜叉鬼灵,道,我看你印堂玄珍,面色带煞,恐有大姐。 夜叉鬼灵痴笑一声,不以为意,另一边,苏竹来了,却借学闻看到不远处的青涩身影, 扶掌而笑,随后看向花界方向的牧连,扬声道,美人人,之前的赌约还作不作促。 牧连一语不发,其实,他心中也没底,这一战的胜负,没有什么悬念, 毕竟下音显露出来的气势太强了,坐镇在山巅之上,身着黑白道袍, 就连天空的气象,都呈现出阴晴两种不同的状态。 一边乌云浓墨,另一边,毕空如洗,整片苍穹,就如同他身上的黑白道袍, 如同他的双眼,阴阳相隔,近未分明。 没有动用任何道法,只是站在那里,凭借着自身的气场, 就可以改变气象,引动天地大势,可见下音的恐怖之处。 就算牧连之前相信苏子莫能撑过十招,此时也有些犹豫了。 十戒,光头男子石破扭动了下脖颈,盯着苏子莫身后的林寻珍, 眼眸中流露出强烈的战意,到等苏竹身影的一刻,就是他丧命之时。 嗯,人群中,一位背着方形棋盘,倒估装扮的女子望着那道黑发青山的男子, 唯唯一争,他竟然没死,间接第九件风风阻苏竹,便是他。 苏子莫,云竹骂,鼻子沉吟少许,突然垂手笑了笑,不管怎样, 看到他还活着,终究是见令人欣喜的事。 齐仙君与,明辉神子神色一动,注意到了这位女子, 茫茫人群中,这样略显奇异装扮的女子,也只有这一位。 明辉神子原本还打算,借助齐仙君与之手,除掉剑戒苏竹, 如今一看,倒也没这个必要了。苏竹称不过夏英这衣冠, 苏子莫让林寻珍和龙李等人,留在山脚下, 兵主一番,随后独自登山。 夏英就这样站在山巅之上,居高临下地望着腾空而起的苏子莫, 脸上的笑容越发明显。 终于,苏子莫踏上山巅,与夏英相对而立。 大战一触即发,就在苏子莫登上山巅的一刻,奉天广场上, 见见众人的心,瞬间提了起来,精神高度紧张。 韩慕王曾说过,双方交手的第一时间,夏英就会释放轮回之眼, 不会给苏子莫任何机会。 现在胜负已经不是关键,造化清廉的曝露, 看上去也在所难免。 陆云等人最担心的是,十二瓶造化清廉之身, 能否正开六道轮回,密得一丝生机,脱身逃离。 山巅上,两人面对面站立,夏英面带微笑, 神色轻松,饶有兴致地望着苏子莫。 对面这个剑修真的赶来,而且,站在她的面前,还能如此淡定。 我很欣赏你,夏英轻轻笑了笑,道,只可惜,你要死了啊。 当然,死在我的手中,死在举世瞩目下,也算是死得其所。 而且,你的死,会让其他界面,其他种族生灵明白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嗯,不要得罪天眼族,记住了吗? 夏英最后这句话,并不是对着苏子莫说的, 而是环顾四周,望着周围茫茫无尽的万族生灵。 他要借着此战,替天眼族在三千界立威,杀一井百。 夏英并逆众生,气势达到巅峰,苏子莫依旧安安静静地站在对面, 只是微微偏了下头,像是在看一个白痴的眼神,看着夏英。 下一刻,夏英转过头来,眉心处的血痕,骤然张开。 刹那间,地动山摇,风云变色,伴随着这道血痕的张开,天空中的乌云瞬间消散, 另一边的壁空,也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深渊,黑暗冰朗。 天色瞬间暗了下来,轮回之眼,已经张开, 那只天眼中,浮现出六道影像,轮回旋转。 在六道的背后,散发着阴森寒意,鬼气森森, 里面传来一阵阵鬼哭狼嚎之声。 夏英的身影,仿佛已经消失不见, 苏子莫的对面,只剩下这只轮回之眼。 在这一刻,五行颠倒,阴阳错乱,天地反转, 星辰陨落,江河道观。 轮回之眼周围的一切,都在被他牵动,强行拽入其中。 芒山在崩塌,无数碎石飘浮起来,涌入这只轮回之眼中。 天地元气,神兵,血脉,元神,光线,一切神通秘法, 都逃不过去,被强行拽入其中,顿入轮回。 周围的虚空,都在迅速地塌陷, 甚至时间都发生错乱,持空禁锢,在六道轮回面前, 都抵挡不住,会被拽得支离破碎。 站在远处围观的一众生灵,望着这只轮回之眼, 都生出恍如隔世之感,仿佛看到过去,又仿佛降临未来。 众人体内的血脉,都在蠢蠢欲动,要透体而出。 即便相得如此之远,戏血都抵挡不住, 可想而知,直面轮回之眼的苏子墨会承受着多大的冲击。 三千届的真灵,一脸惊恐,就连在场的众多无上真灵, 都是心神大震,脸色骇然。 十大邪魔更是看得心惊肉跳,头皮发麻, 谁都没想到,夏英没有给苏子墨任何机会, 甚至没有试探,上来便开启轮回之眼。 结束了,这便是轮回之眼,如此神通, 谁可抵挡,第2863章六道轮回, 奉天广场,见见众人望着山巅上的一幕, 神色凝重。 花界的幽兰仙王微微皱眉, 赤龙王摇了摇头,叹息一声, 轮回之眼成功开启,这一战,已无悬念。 其余各大界面的王者的脸上, 都流露出一丝震动。 虽然已经修炼到洞天境, 但大多促人,都是第一次见识轮回之眼的威力。 与见见众人不同的是, 天眼族这边发出一阵阵欢呼。 韩慕王忍不住仰天大笑, 一脸得意。 夏英刚刚说的那一番话, 正合他的心意。 没错, 这一战, 就是要杀一锦百, 就是要立威。 突然, 透过奉天广场的剧幕, 可以看到, 芒山之巅的战场上, 似乎起了一丝变化。 面对轮回之眼的苏子墨, 并没有第一时间被吞噬。 他似乎并未放弃, 还在挣扎, 还在抵抗。 在那个看似单薄瘦弱的身躯背后, 缓缓生长出八根洁白如玉的象牙, 晶莹光滑, 散发着强大神秘的气息。 苏子墨的力量在迅速攀升, 神像之牙, 天象界的王者突然皱了皱眉, 轻呼一声。 这是他们天象一族的天赋神通, 共有四众。 生长出八根神像之牙, 便是第四众的巅峰, 可以达到无上神通的级别。 只是, 这道天赋神通, 这个剑界的人族, 又是如何习得? 不, 韩慕王威为挑眉, 故意大声说道, 剑界第九剑风风主好生厉害, 祭出无上神通, 战力攀升醋背。 难道我族的下应有危险? 另一位天眼族王者会议, 配合着说了起来, 随后, 两人对视一眼, 哈哈大笑, 天象界的一位王者摇了摇头, 道, 纵然是四众神像之牙, 也挡不住轮回之眼, 这位苏主只是赋予反抗罢了。 没有人比天象界, 更了解这道神像之牙天赋神通, 对于天象界王者的话, 也没有人会去怀疑。 邪魔战场, 芒山之巅, 看着对面释放出八牙神力的苏子墨, 夏音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还想要抵抗吗? 夏音的声音, 缓缓响起, 平静自信, 你的一切, 在六道轮回面前, 都是虚妄, 都是梦幻泡影, 都不堪一击, 都要顿入轮回。 感受着肉身, 血脉, 原神之力的暴涨, 苏子墨深吸一口气, 催动原神, 手中开始变幻法觉。 以天眼之力, 模仿六道轮回气息和影像, 衍生出的轮回之力, 也配称作是六道轮回。 苏子墨望着对面的轮回之眼, 脸上掠过一抹嘲弄。 夏音冷恒一声, 寒声道, 杀你足够。 哈哈哈哈哈哈, 王山之巅, 苏子墨仰天大笑, 他手中的法觉, 已经凝聚完成, 朝着对面的轮回之眼一指, 口中一字一顿地喝道, 让我来告诉你, 什么才是六道轮回。 话音落下, 只见苏子墨的指尖, 浮现出一片巨大的漩涡深渊, 不断朝着四周蔓延扩展。 这片漩涡上, 分成六片区域, 每一片区域上, 都布满一种奇异符文, 散发着无穷威力。 天旋地转, 时空错乱, 识破惊天, 夏音的轮回之眼, 在这片巨大的漩涡深渊相比, 显得相形见处, 差距犹如云泥。 夏音的身形抵挡不住六道轮回的吸引, 都被迫显露出来。 他的脸上, 充满着震惊, 迷惑, 难以置信, 不可思议, 惊慌, 恐惧, 无法言表的神情。 这是什么, 恍惚之间, 夏音仿佛回忆起, 当年开启阴阳眼之时, 瞥见过六道影像的一幕。 即便是当年, 也只是惊鸿一瞥, 他只是窥见六道轮回的冰山一角, 并未真正目睹六道全貌。 直到此时, 他才真正看到, 什么才是六道轮回。 思, 周围观战的众多真灵强者, 看到这一番变化,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如果说, 夏音的轮回之眼, 让众人感受到的是无与伦比的震撼。 那如今, 苏子墨释放出来的六道轮回, 让他们感受到的就是深入灵魂的恐惧和不安。 无可抵挡, 在这片漩涡深渊之下,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挡。 在场的一百多位无上真灵, 包括十大邪魔在内, 下意识地与夏音译地而处, 都只有一个结局。 死, 即便拥有奉天令牌, 都逃不掉,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夏音显露出身形之后, 他的轮回之眼凝聚出来的虚影, 都抵挡不住六道轮回的碾压, 在迅速崩溃。 轮回之眼上, 浮现出一道道血痕, 甚至渗出一丝血迹。 怎么可能, 夏音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幕, 这一定是你的幻术。 夏音大吼一声, 这是幻术的无上神通, 森罗万象。 李修想骗我, 十大邪魔中, 却有一位邪魔修炼成了森罗万象。 此时, 听到夏音近乎歇斯底里的咆哮, 不禁摇了摇头, 道, 森罗万象, 甚至挡不住你的轮回之眼, 更别说六道轮回。 我曾贴见过六道影像, 才领悟出如今的轮回之眼, 你, 你凭什么? 夏音仍在朝着苏子墨嘶吼, 他的身体, 都开始浮现出一道道裂痕, 接近崩溃, 无数气血在半空中形成一根根细线, 顿入六道轮回之中。 因为, 我曾到过阴曹地府, 苏子墨淡淡说道, 想去吗? 我这就送你上路。 苏子墨再度催动元神, 将六道轮回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六道之上的符文, 闪烁着赤声璀璨的光滑, 仿佛能吞噬一切。 天地众生, 万事万物, 皆逃不过轮回, 杀, 夏音息吼一声, 轮回之眼中迸发出一道血光, 朝着苏子墨的方向冲了过去。 这是天眼异族的元神秘术, 也是轮回之眼独有的元神秘术, 轮回之光。 夏音释放出元神秘术, 想要打断苏子墨的施法。 苏子墨神色不变, 甚至没有动用元神秘术与之对抗。 在六道轮回面前, 元神秘术, 都逃不过去。 这道血光还没能落在苏子墨的身上, 便被六道轮回拽得改变轨迹, 化作一道圆弧, 没入漩涡深渊之中, 化于无形。 那的巨大的漩涡, 像是要吞噬一切。 众人的脑海中, 甚至生出一丝幻觉, 如果任由这个漩涡深渊不断成长蔓延, 或许连这片天地, 连整个邪魔战场, 都会被六道轮回吞噬淹没。 第二千八百六十四张阴阳无极, 奉天广场, 原本的喧嚣, 在某一刻, 突然消失, 偌大的广场上, 变得鸦雀无声, 若真可闻, 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压制住。 来自三千届的众位王者, 望着芒山之巅上的这一幕, 全都看傻了眼。 苏子墨踏空而立, 非发乱舞, 目光战战, 气势滔天, 摇指夏英, 一指激荡出比轮回之眼还要可怕, 还要恐怖的六道轮回。 夏英完全抵挡不住, 即便透过剧幕, 众位王者都能感受到在那个巨大的漩涡深渊面前, 夏英的渺小绝望不甘和无助。 这, 这是什么啊? 天眼族的一位王者磕磕绊绊地说着, 瞠目结舌, 不敢相信。 怎么会这样? 韩木王双拳紧握, 圆瞪双目, 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巨目, 声音几乎是从牙缝中一点点挤出来, 六道轮回。 他怎么可能领悟六道轮回, 不知为何, 韩木王的身体, 都在微微战斗着。 这才是六道轮回啊, 广场上, 不知哪位王者突然深深地叹息一声, 感慨无限。 这一声叹息, 终于打破周围压抑的气氛, 爆发出一阵阵巨大的声浪。 天啊, 剑界苏竹竟然领悟了六道轮回, 他隐藏得太深了。 最可怕的是, 他才只是空明奇, 真是不敢相信, 若是等他成长到洞虚奇, 三千界的万族真灵, 还有谁能引起锋芒? 算上他领悟的朱仙剑, 之前领悟的朱雀天火, 再加上这季六道轮回, 意味着苏竹已经领悟三道无上神通。 赤四道, 另一人审声道, 别忘了, 还有像族的那道神像之牙。 真一竟领悟四道无上神通, 正古朔经啊! 怪不得他如此自信, 有恃无恐, 敢赴下阴之约。 见界有此人, 必将大兴, 像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喧嚣声, 嘈杂声, 吵闹声交织在一起, 声浪阵阵。 幽兰仙王突然笑了笑, 紧张的心神, 也放松下来。 痴龙王微微摇头, 原本冷酷的脸庞上, 竟然流露出一抹感慨, 喃喃自语,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 见界众人还在努力消化这件事。 虽然陆云等人知晓苏子墨清廉真身的秘密, 对他的预期远超旁人, 却怎么都没想到, 会亲眼见证这一幕。 这可是六道轮回啊, 林婷虽然也很高兴, 但他的心情, 还是有些复杂。 原本, 他将苏子墨是为自己修行路上, 最大的对手, 也是鞭策他的动力之一。 因为有苏子墨在前, 所以他从来不敢有任何松懈。 他要努力追赶苏子墨, 可如今, 他突然发现, 两人的差距竟变得越来越大, 他的心中, 甚至生出一种无力感。 这还怎么追赶, 只不过, 一两千年的时间, 人家已经跑没引人了。 见界众人, 只有北明雪神色淡定, 对这一幕, 毫不意外。 见界之中, 只有北明雪对苏子墨战力最为了解。 千年来, 苏子墨在藏剑封闭关修行, 曾施展秘法, 在大阵中留下诸多神秘符文, 屏蔽天机, 隔绝探查。 只有北明雪, 在苏子墨身侧守护, 亲眼见证他领悟一道道无上神通。 北明雪亲眼目睹, 世尊的十二品造化清廉之身, 在领悟六道轮回之时, 整整崩溃六次之多。 他最清楚六道轮回的威力和恐怖, 回想起这件事, 北明雪的心中, 生起一丝暖意。 他知道, 世尊让他守护在身边, 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危险。 世尊只是想在领悟无上神通之时, 让他在一旁观看, 感受整个过程, 三物其中的道法。 这种经历, 对他来说太难得, 也太宝贵了。 世尊对他是真的用心良苦, 毫无保留地传道授业。 北明雪唯唯握拳, 目光坚定, 他相信, 自己不会辜负世尊的传承, 不会辜负武道, 也不会辜负世尊打下的无上威名。 看来天眼族他们说的没错, 这一战, 还真是一个回合, 就结束了。 嘿嘿, 只不过, 他们猜错了胜负, 周围的人群, 还在议论着, 不可, 能, 韩慕王的声音突然响起, 一字一顿, 几乎是咬牙切齿, 众人纷纷侧目望去, 有人安慰道, 韩慕兄, 算了吧, 夏英遇到这样一个对手, 纵然身影, 也只能怪他气运不济。 我说了, 夏英不可能死, 韩慕王再度怒吼一声, 脸色涨得通红, 别刺激他了, 看这架势, 怕是已经失了痣。 有人小声说道, 哈哈, 韩慕王神色有些猙獰, 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盯着间接众人, 缓缓道, 你们以为苏竹赢定了。 我告诉你, 六道轮回再强, 也有一个上限。 陆云等人默然, 这句话, 确实没错, 六道轮回再强, 也并未脱离神通范畴, 威力会有上限。 只听韩慕王继续说道, 我族夏英, 乃百万年来的第一天才, 轮回之眼, 只是他领悟的第一道无上神通, 他还有第二道无上神通, 两道无上神通同时爆发, 他必定会逆的一丝生机, 争托六道轮回, 逃出生天。 陆云等人依旧没有与之争辩, 因为, 他们也大概猜得到, 若是夏英释放出两道无上神通, 肯定能从六道轮回中争托出来。 只不过, 韩慕王这番话, 虽然说得直递有声, 铿锵有力, 但却实在没什么气势。 陆云只是静静地看着近乎癫狂的韩慕王, 淡淡问道, 你说了这么多, 喊得如此用力, 气势汹汹, 原来只是想要证明, 夏英能逃出生天。 太卑微了, 韩慕王浑身一阵, 如遭雷击, 捕着胸口, 只觉得心脏一阵脚痛, 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十戒的十硕王看不过去, 想要支援韩慕王, 大声道, 只要能逃回来, 便不算失败, 来日方长。 以夏英的天赋, 两人将来再动天境, 还会交手, 到时候, 谁胜谁负, 还未可知。 就在此时, 芒山之巅的战场上, 确实起了变化。 正如韩慕王所言, 在真命悬一线之际, 夏英目睁双眼, 毫无保留, 催动其血, 释放出邪脉异象。 与此同时, 夏英还释放出了他的第二道无上神通, 阴阳无极。 第二千八百六十五张英差阳错, 就像韩慕王预料的那样, 身处战场中的夏英, 比所有人都更清楚他自己的处境。 他不再想着如何胜过苏子墨, 这已经不可能, 也不切实际, 虽然落败, 会丢尽颜面, 会让天眼族丢脸, 会被无数人嘲笑议论。 但只要活着, 便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在这命悬一线之际, 夏英瞬间冷静下来, 只剩下一个念头, 逃离此地。 他毕竟是战功玉碑上的第一人, 天眼族百万年来的第一妖孽, 修行至今, 不知经历多少生死, 能打下如此威名, 绝没有半点侥幸。 他从六道轮回带来的震撼和惊恐中, 挣脱出来, 保持到心稳固, 是海平静, 请刻间做出精准判断。 六道轮回虽然强横, 无与伦比, 但毕竟属于神通范畴, 必然有其力量上限。 只要能打破这个上限, 便能密得一丝生机。 他甚至不用从六道轮回中完全脱离, 只需要一点点的空隙, 让他寄出奉天令牌, 便可以逃出生天。 这也是他唯一的机会, 阴、阳、 无、 急, 下阴释放出自己的血脉意向之后, 睁大双眼, 即出铜树。 他拥有阴阳眼, 所以天生更容易三物阴阳无极这道无上神通。 阴阳无极对他而言, 即使无上神通, 也是铜树。 左眼中迸发出一道黑芒, 右眼激荡出一道白光, 蜡在半空中, 形成两条栩栩如生, 无比灵动的阴阳双鱼。 正常来说, 这两条阴阳双鱼, 将会在半空中不断纠缠撕咬, 头尾相连, 迅速形成一个巨大的阴阳末盘, 镇压五行, 颠倒乾坤, 碾碎世间万物。 下阴相信, 这道阴阳无极配合轮回之眼, 虽然无法与六道轮回硬汉, 但足以让他得到一丝喘息之机。 苏子墨似乎看出下阴的意图, 唯唯冷笑, 一手控制着六道轮回, 一手并拢剑指, 准备再祭出一道无上神通, 诸仙剑。 诸仙剑与阴阳无极对抗, 这道无上神通, 便影响不到六道轮回。 只是凭借着轮回之眼, 和下阴那区区的血脉异象, 根本无法撼动六道轮回。 大战至此, 他绝不会给下阴任何机会, 但他的剑指, 才刚刚凝聚出来, 还没等释放, 便突然顿住, 皱了皱眉。 苏子墨突然感觉到, 双眼传来一阵异暗, 左眼传来一阵冰朗, 右眼变得无比炙热。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下阴的凝聚出来的阴阳双鱼, 便朝着他的双眼冲了过来。 好, 奉天广场上, 韩木王看到这一幕, 不禁面露喜色, 大喝一声。 没想到, 下阴竟然没有凝聚阴阳无极, 去强行对抗六道轮回, 而是操控着阴阳双鱼, 直接攻击苏子墨。 终于出现转机, 韩木王的心中, 再度升起一丝希望, 难道下阴要反败为胜? 这一手变化, 也让在场不少人生出经验之感。 但很快, 众人就渐渐发现, 战场上的局势, 似乎与他们方才想象的有很大的出入。 夏英的神色, 惊恐慌张, 哪里像是蓄谋反击的样子。 战场之上, 夏英发现这番变化, 不禁心神大震, 脸色一变。 他疯狂地释放原神, 想要操控着阴阳双鱼纠缠凝聚在一起, 形成阴阳末盘, 无极之态。 但他惊恐地发现, 这两条阴阳双鱼, 竟然完全脱离他的掌控。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 两条阴阳双鱼, 化作一黑一白两道光束, 没入苏子墨的双眼中。 阴阳双鱼没能伤害到苏子墨分毫, 好像反而刺激到他双眼中的什么恐怖东西。 下一刻, 苏子墨的左眼变得漆黑如墨, 冰冷阴森, 右眼洁白如玉, 赤胜夺目。 苏子墨左眼中的散发出来的黑暗力量, 比夏阴的左眼, 更加纯粹恐怖。 右眼散发出来的光芒, 更加赤胜夺目。 两人四目相对, 通过阴阳双鱼, 两人的四目, 好似建立起一条桥梁通道。 一黑一白, 一阴阴阳两种力量, 从夏阴的双眼中不断流失, 在半空中凝聚成条条细丝, 涌入苏子墨的双眼中。 夏阴两眼中的光芒, 迅速暗淡, 阴阳之力, 也在迅速衰竭。 苏子墨双眼中的竹罩, 又迎两块神石, 感受到半空中的阴阳之力, 突然大发神威, 疯狂吞噬。 甚至顺着阴阳双鱼, 要将夏阴双眼中的阴阳之力, 全部汲取过来。 啊, 夏阴身形飘浮在半空中, 仰着脑袋, 口中发出一阵凄厉惨叫。 他的双眼,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凹陷下去, 形成两个触目惊心的大窟窿。 邪魔战场内外, 所有人, 所有生灵, 都张着大嘴, 满脸惊骇地望着这一幕。 夏阴释放出来的铜树, 无上神通阴阳无极, 竟然被苏子墨的双眼化解于无形。 他甚至没有释放过任何神通法术, 不止如此, 就连夏阴的阴阳眼都保不住。 这是什么手段? 昆界的北明渊和彭界的第九皇子, 两人互为敌手。 但看到这一幕, 却下意识地对视一眼, 同时感受到一阵寒意, 心里发凉, 望着那道黑发青山的身影, 眼眸中充满着恐惧。 这两位无上真灵, 亦是昆蓬二界的第一真灵。 但此时, 两人的内心, 都感受到了恐惧。 因为, 他们领悟的无上神通, 就是阴阳无极。 而此刻, 看到夏阴的下场, 两人不可避免会想到, 自己若是与这位苏竹为敌, 可能面临的后果。 说起来, 这一幕, 倒有些阴差阳错。 夏阴的反击策略没错, 只不过, 他借助阴阳双眼, 领悟出来的阴阳无极神通, 刚好被苏子墨双眼中的竹罩幽影所克制。 若是夏阴领悟的是其他无上神通, 哪怕只是时空禁锢, 苏子墨想要彻底杀死他, 也得祭出另一道无上神通, 与之对抗, 将其化解。 可如今, 在竹罩幽影两块神石的感应下, 阴阳无极根本都无法成形, 两条阴阳双鱼, 像是找到母亲一般, 义无反顾地投向苏子墨的双眼。 不止如此, 这两条阴阳双鱼, 还想着将夏阴双眼中蕴藏的阴阳之力, 同时牵引过来, 全部送入竹罩幽影之中。 于是, 便形成了眼前无比震撼的一幕, 这一刻,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件事, 夏阴败了, 只是一个回合, 从始至终, 苏子墨便只是释放出巴牙神力和六道轮回, 这一战, 便结束了。 第2866章最后反击, 王山之巅, 苏子墨双眼的竹罩, 幽影两颗神石, 在汲取下阴的阴阳双鱼时, 也将其双眼中, 关于铜树, 关于这祭无上神通的道法, 全部吸收过来。 这些年来, 对于阴阳道法, 苏子墨并未有意去修炼, 但实际上, 在天荒大陆之时, 他便能释放出阴阳双鱼图, 与爵士神通对抗, 对于阴阳道法早有感悟。 飞升之时, 青莲龙皇两大元神, 在竹罩幽影的催动下, 才得以融合。 最终借助波耳涅槃精, 彻底稳定下来, 苏子墨的元神中, 本就蕴藏着最为纯粹的太阴太阳之力。 而如今, 吸收吞噬下阴的阴阳双眼, 阴阳无极的道法, 也随之涌入他的脑海中, 正常来说, 想要领悟一记无上神通, 需要漫长时间的沉淀积累, 还需要机缘巧合, 触发一些契机。 可对于阴阳道法, 苏子墨在下界就已经开始三悟。 如今, 三悟阴阳无极, 可谓是后积勃发, 水道渠成。 当然,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 还是因为他双眼中的竹罩, 幽影两颗神石。 这两颗神石, 就像是会根之余佛法, 可以让苏子墨更加容易地去三悟阴阳道法。 奉天广场上, 众多天眼族人脸色难看, 如丧考笔, 韩慕王知道, 夏阴完了, 两道无上神通释放出来, 都没能从六道轮回中挣脱出来。 更诡异的是, 阴阳无极释放出来, 非但没有伤到苏子墨, 夏阴的阴阳眼, 反而在被苏子墨吞噬。 他, 他, 他在干什么, 就在此时, 似乎有人发现了一些异常, 小声问道, 他在吸收夏阴的阴阳眼, 嗯, 另一人话未说完, 突然脸色一变, 心意一声, 无上神通洗礼自身, 见戒苏竹在领悟阴阳无极这道无上神通, 最开始, 还只是有寥寥促人发现这一幕, 但转瞬间, 便在奉天广场上, 引起巨大的震动。 这, 这是他领悟的第几道无上神通了。 神像之牙, 六道轮回, 朱雀天火, 加上他没有释放过的朱仙剑, 再加上如今正在领悟的阴阳无极, 整整舞蹈。 斯, 广场上, 各大界面的王者, 尚且还能稳住心神。 诸多真灵都已是神色大变, 倒吸冷气。 五道无上神通, 这是什么概念? 无法想象, 别说是在场的这些真灵, 这件事, 甚至已经超出众位王者的认知。 五道无上神通, 恐怕昌得上空前绝后了吧。 五道无上神通中, 还有六道轮回这样恐怖的神通。 夏英书的不晕, 连在场的众位先王, 看到这一幕, 都感觉到一种无与伦比的震撼。 直到此时, 奉天广场上的诸位先王, 仍未意识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看到接下来的一幕, 他们很快会忘记现如今的震撼。 即便多年以后, 有些先王强者回忆其此事, 仍会感觉到头皮发麻, 心神站立。 王山之巅, 感悟阴阳无极, 水到渠成,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很快, 无上神通之力降临, 淬炼肉身, 洗礼血脉, 壮大元神, 苏子墨的修为境界也在迅速提升。 原本, 他刚刚踏入空明旗, 距离洞虚旗, 还需要漫长时间的苦修。 但在邪魔战场中, 接连领悟朱雀天火, 阴阳无极两道无上神通, 使得他的修为境界, 也跟着水涨船高, 提升了一大解。 当然, 更重要的是, 又领悟一道无上神通, 就意味着, 他的战力再度攀升一个层次。 而且, 这一战之后, 他刚刚释放八牙神力, 六道轮回消耗的元神, 真元, 在这一刻, 都已经恢复如初。 此战过后, 他不但没有任何消耗, 状态反而会更胜从前, 战力更加恐怖。 苏子墨踏空而立, 一手操控着六道轮回, 感受着体内充沛磅鲍驳, 无穷无尽的力量, 无处发泄, 不禁仰天长啸。 在这道长啸声中, 夏英也已经接近崩溃。 他失去阴阳双眼, 仍未放弃, 他毕竟是天眼族第一真灵, 战功玉碑第一人, 即便在这个关头, 也绝不会屈服。 哗啦啦, 夏英疯狂催动着血脉, 释放出自己的血脉意象。 他的血脉意象, 是一颗血红色的眼睛。 这只血眼的力量, 与眉心处的轮回之眼产生共鸣, 爆发出更加强大的反击。 这也是他的杀招之一, 只不过, 这些力量根本无法抵御六道轮回, 夏英的血脉意象才刚刚凝聚出来, 在六道轮回的牵引之下, 便有崩溃碎裂的趋势。 怎么会, 我的血脉, 夏英的声音, 变得断断续续, 充满着不甘? 不得不说, 夏英确实是天眼族古今罕见的妖孽。 天眼族的肉身血脉, 在万族中, 只是排在中等行列, 远远比不过神族, 龙族这些强大种族。 而夏英, 能将天眼族的血脉, 修炼到这个地步, 甚至凝聚出血脉意象, 可见他的天赋。 无奈, 差距太大了, 苏子莫望着仍在负予反抗的夏英, 神士传英, 语气淡然地说道, 当年我领悟六道轮回之时, 以我的十二品造化清廉之身, 尚且崩溃六次之多, 你的肉身血脉比得过我。 十二品造化清廉, 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几个字, 成为压垮夏英最后的稻草, 直接将其道心挤溃。 六道轮回轻覆而上, 将夏英的身形吞没。 但就在夏英的身形没入六道漩涡之时, 他没心处的轮回之眼突然脱落, 然后瞬间炸裂。 嗯, 苏子莫微微妮眼, 天眼族的天眼, 实际上, 也是他们的道果, 轮回之眼, 号称三大天眼之一, 又凝练着夏英一身的道法精华, 如今突然爆炸, 迸发出来的力量堪称恐怖。 轰, 六道轮回中, 传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这等于六道轮回的内部, 发生了如此剧烈的爆炸。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 半空中那个不断旋转的漩涡深渊, 也抵挡不住这种冲击, 寝刻间崩溃。 苏子墨就在六道轮回前, 首当其冲, 根本来不及躲闪, 无数气浪于坡扑面而来。 但这种级别的力量, 根本伤不到他的肉身血脉。 只不过, 爆炸声, 气浪的冲击之下, 苏子墨感觉自己的腰间, 似乎少了什么东西。 第二千八百六十七张令牌丢失, 这一战, 可谓是举世瞩目, 就在三千界无数生灵的注视之下, 战功玉碑第一人, 下因身死盗销, 行神俱灭。 轮回之眼爆炸, 连六道轮回都要崩溃, 下因自然已经炸得尸骨无存。 天地间, 一片晋级, 唯有萧萧风声, 隐隐吹过耳畔, 在场的众位无上真灵, 对这一战, 最初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何曾想过, 会亲眼目睹如此震撼的一幕? 却接的血纹, 曾与木连打赌, 苏子墨撑不过十招。 可如今, 只是一个回合, 下因变身死盗销。 明辉神子脸色难看, 心中更是一阵后怕, 幸好当初没有在神族住处, 对他出手, 否则, 如果当日, 他选择对苏子墨出手, 眼下他恐怕已经沦为一具死尸。 实际的石破唯唯咧嘴, 望着半空中那道身影, 神色虽然仍带着一丝桀骜, 但眼眸深处充满着忌惮, 就连他握着石斧的手臂, 都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战斗。 此人不可敌, 十大邪魔的脑海中, 只剩下这一个念头。 不依见客罗军早就看出 苏子墨的不凡, 但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看似文弱的书生, 竟强横到这等地步。 如果说, 要将在场的无上真灵, 凭借战力分出个高下的话, 恐怕要经过无数场厮杀才行。 但所有人都知道, 无论将无上真灵的战力分成几档, 芒山之巅上的那位, 绝对是独一档的存在。 没有人能与他比肩, 林寻珍看到这一幕, 终于轻疏一口气。 只不过, 他的心中, 更多的是感慨和震撼, 一时间还无法消化。 几年不见, 他已经修炼到这一步了, 人群中, 其先均于微微皱眉, 心难一生, 神色似乎有些苦恼。 他天性好战, 即便对方战力更强, 他也无所畏惧, 总会找机会, 与之切磋大战一场。 可如今, 那个人已经成长到, 让他放弃这个念头的地步。 奉天广场上, 其实, 当苏子墨释放出六道轮回反击的时候, 对于这个结局, 众人已经早有预料。 虽然, 中间有些波折, 虽然, 夏英曾尝试挣脱, 尝试反击, 但在绝对力量面前, 终究不值一提。 天眼族众人, 已经安静下来, 之前的嚣张得意, 早已消失不见, 一个个两眼通红, 望着剧幕中的苏子墨, 恨不得冲进去将其撕成碎片。 韩木王咬紧牙关, 一语不发, 如同一只野兽, 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巨木。 韩木兄, 池硕王轻叹一声, 道, 此番, 非下应战之罪, 只是, 实戒与见戒素有乐怨, 此时自然会站在一起, 想着如何去安慰一下韩木王。 池硕王略有沉吟, 才继续说道, 只是见戒此人, 太过妖孽, 领悟五道无上神通, 便是古往经来的大帝, 在真一静的时候, 恐怕都敌不过他。 来日方长, 等他踏入洞天境, 我等与他一站, 找回颜面。 呵呵呵呵呵呵, 韩木王突然笑了起来, 听上去有些圣人, 神经兮兮, 令人毛骨悚然。 不少见面的望着微微皱眉, 看了韩木王一眼。 这韩木王不会是受到的打击太大, 是腥风了吧? 不至于, 毕竟是洞天境王者, 道心坚固, 就算死的是天眼界第一真灵, 也不至于失智。 人群中, 不少修士窃窃私语, 暗中指指点点, 韩木兄,你没事吧? 石硕王皱了皱眉, 忍不住问道。 下阴真是好样的, 韩木王没有理会石硕王, 而是突然开口, 赞叹一声。 不少见面的王者神色古怪地看着韩木王, 被见戒苏竹一个回合镇压, 还是好样的。 陆云等几位丰主相互对视一眼, 他们都听得出来, 韩木王似乎话里有话, 就在此时, 只见韩木王伸手一指, 对准巨木上苏子墨的身影, 问道, 你们可知道, 夏英为何在被六道轮回吞噬之后, 还要自曝道果, 自曝天眼。 广场上, 众人沉默, 在众人的心中, 无非就是夏英心中不甘, 最后一搏罢了。 事实上, 也确实没有对苏子墨造成任何伤害。 你们都错了, 韩木王突然哈哈大笑, 继续指着巨木上的苏子墨, 道, 你们仔细看, 夏英夺走了苏主腰间的奉天令牌。 众人顺着韩木王所指, 定睛一看。 果不其然, 苏子墨腰间上, 原本挂着的奉天令牌, 已经不知去向。 按照韩木王所言, 应该是夏英借助自曝轮回之眼, 爆发出来的冲击, 将苏子墨腰间的奉天令牌卷入六道轮回, 不知去向。 唉, 不少王者望着满脸笑容的韩木王, 都是暗自摇头, 叹息一声, 眼眸中充满着怜悯之意。 呵呵, 一味见面王者忍不住轻笑一声, 道, 原来夏英最后的反击, 依然没能伤到苏主分毫, 只是将他腰间的奉天令牌弄丢了, 众多真灵的心中, 也生出同样的感觉。 这一战, 间接苏主晚胜, 他只是丢了一块奉天令牌而已, 毫发无损。 等等, 就在此时, 不少仙王强者似乎想到了什么, 神色已变。 奉天令牌, 若是在邪魔战场中, 丢了奉天令牌,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除非寻找到邪魔战场的空间裂缝, 否则, 间接苏主根本无法离开邪魔战场。 王山周围, 聚集着无数三千届真灵强者, 一百多位无上真灵, 还有十大邪魔, 都在虎视眈眈。 间接苏主如何离开此地, 去寻找空间裂缝? 而如今, 间接苏主刚刚大战一场, 连最强大的无上神通六道轮回都释放出来, 他还剩下多少战力? 虽然他还有诸仙剑, 还有阴阳无极未曾释放, 但别忘了, 他只是空明旗。 随便一道无上神通, 对于原神的消耗, 已是难以想象。 空明旗的原神, 就算有神像之牙的加成, 能连续释放几道无上神通。 按照众人推测, 恐怕苏子墨最多只能释放出一道无上神通, 便已经是极限。 若是连续释放诸仙剑和阴阳无极, 没等杀掉对方, 恐怕自己的原神就已经先崩溃了。 直到此时, 众人才豁然惊醒, 夏英这一手太狠了。 这等于是断绝了间接苏主的后路。 夏英在用自己的命, 来提醒剩下的无上真灵一件事, 这是你们杀掉间接苏主唯一的机会。 我夏英用命换来的机会, 作为天眼族第一真灵, 战功玉碑第一人, 这才是夏英最后的反击。 第二千八百六十八章贪心邪念, 奉天广场, 众位生灵终于反应过来, 为何韩慕王会突然神经兮兮地笑起来, 甚至笑得如此开心? 因为夏英虽然身陨, 可他却用另一种方式, 将剑戒苏主拉下深渊。 这几乎算得上, 极限的以命换命, 韩慕王望着陆云, 咬着牙齿, 恨声道, 陆云, 我足夏英确实身允, 可你们剑戒的苏竹, 也撑不了多久, 夏英会在黄泉路上等着他。 剑戒众人脸色难看, 夏英的这一手, 确实太阴狠了, 幽兰仙王陈云少许, 道, 我看也未必, 苏竹道有他刚刚经过无上神通的洗礼, 状态正盛, 他的元神, 应该可以支撑住释放出诸仙剑和阴阳无几两道无上神通, 这种情况下, 谁敢上前, 哈哈哈哈, 韩慕王再度笑了起来, 伸出一根手指, 几位轻蔑地瞥了幽兰仙王一眼, 摇动手指, 道, 不不不, 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就算那苏竹能释放出两道绝世神通又如何, 他能抵挡住几位无上神灵, 两位, 还是三位, 众位王者暗暗点头, 都清楚韩慕王的判断其实没错, 苏竹的战力, 目前应该仍是无上真灵中的第一人, 但他的危机, 来自于失去奉天令牌, 无法即刻从邪魔战场中退出, 就算他能释放出两道无上神通, 只要站出来两位无上真灵, 便可将其抵挡化解下来, 韩慕王继续说道, 我承认, 他苏竹在真一进战力最强, 可他能挡得住多少位无上真灵的围攻, 一百多位无上真灵中, 只要站出来十位, 嗯, 不必十位, 只要有五个站出来, 他苏竹都必死无疑, 陆云莫不作声, 只是脸色有些苍白, 这种情况, 已经远超出他的预料, 就算将剑借帝君召唤过来, 都无济于事, 他们几位封主在这里, 也帮不上任何忙, 此时的芒山周围, 聚集着一百多位无上真灵, 还有十大邪魔虎士丹丹, 一旦开战, 混乱之中, 对苏子墨出手的无上真灵, 绝对不止十位, 苏子墨的道果中, 蕴藏着五道无上神通, 甚至里面有正古朔经的六道轮回, 哪个不心动, 有诸仙剑, 阴阳无极又如何, 五位无上真灵, 十位无上真灵, 甚至更多的无上真灵同时出手, 促使到无上神通打下去, 便是苏子墨有六道轮回, 有十二品造化清廉之身, 都会被打得尸骨无存, 行神俱灭, 那种力量冲击, 怕是先王强者都要避其锋芒, 而苏子墨, 必无可避, 你们天眼族的下阴, 实在太卑鄙了, 于兰忍不住骂了一声, 卑鄙, 寒木王冷笑一声, 道, 我说过, 杀我天眼族人, 就得付出代价, 这是他苏竹自己选的路, 什么代价, 他都得受着, 众位王者能发现的是, 邪魔战场中的众多真灵强者, 自然也能看得到, 苏竹的奉天令排丢了, 他没退路了, 蕴藏着武器无上神通的道果啊, 有意思, 周围的气氛, 在渐渐发生着变化, 人群中, 传出一阵阵压抑的议论声, 毕竟方才那一战, 太过震撼, 在场的众多真灵强者面对苏子墨, 还是有些忌惮, 夜叉鬼灵望着苏子墨, 眼眸中泛着嗜血光芒, 舔了舔嘴唇, 十大邪魔中, 不只是他, 还有的邪魔生出杀星, 不依剑客罗军感受到这一幕, 心中一领, 正色道, 我劝诸位一句, 别打他的主意, 呵呵, 一位双眼血红的男子倾笑一声, 反问道, 与你何干? 王山上空, 苏子墨踏空而立, 神色淡定, 奉天令排应该是随着下阴的冤魂, 坠入阴曹地府中了, 无法取回来, 他早就注意到这件事, 只不过, 他并未在意, 令排丢失, 等返回奉天界, 再度领取一块就行, 对他没有什么影响, 他想要离开邪魔战场, 寻找一道空间裂缝就行, 只不过, 眼下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古怪, 原本周围聚集着众多无上真灵, 看着他的目光, 都带着无尽的震撼和惊恐, 但此时, 这些无上真灵看着他的眼神, 渐渐发生变化, 竟流露出一丝贪婪和敌意, 苏子墨心中一动, 立即猜出了这些人的心思, 看来, 有人嫌命长了, 苏子墨神色见朗, 十大邪魔中的几位, 虽然动了邪念, 但此时, 对面有一百多位无上真灵, 他们还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候, 若是主动凑上前, 反而容易成为众矢之地, 只有在混乱之中, 才有机可乘, 而神族的明辉神子, 十戒十破, 血戒血纹三人相互对视一眼, 已经准备出手, 三人或多或少, 都与苏子墨和剑界有些恩怨, 早就结成联盟, 苏竹最多还能释放出阴阳无极和诸仙剑两道无上神通, 这对他们三人而言, 是最好的机会, 周围的无上真灵, 还在犹豫, 还有些忌惮, 若是等其他人都下定决心, 反应过来, 一旦陷入混乱, 苏竹的道果花落谁家, 就不一定了, 杀, 转念至此, 三人神世交流, 分成三个方向, 大喝一声, 杀气腾腾, 朝着苏子墨冲了过去, 没有任何交流, 三人也不会给苏子墨任何喘息之机, 三人准备毫无保留, 直接祭出三道无上神通, 镇压下去, 一旦道果的手, 便立即离开邪魔战场, 石破, 尔赶, 林寻真一直都在注意着石界这边的动静, 看到石破动身, 他毫不犹豫, 第一时间出手, 一道冷冽凌厉的剑光滑破虚空, 横在石破的路线上, 瞬间斩断其进路, 将其阻拦下来, 妈的, 臭婆娘, 石破勃然大怒, 破口大骂, 他并不害怕林寻真, 只不过, 他若是被林寻真突延在此处, 苏竹的道果, 他就完全没有机会得手了, 石破拎着手中的巨斧, 直接催动气血, 释放出血脉异象, 大喝一声, 给老子滚开, 林寻真目录杀鸡, 催动原神, 一手持剑, 一手捏动法绝, 在身前迅速凝聚出一柄鲜血淋漓的长剑, 下一刻, 杀意冲天, 动乱苍穹, 无上神通, 朱仙剑, 第二千八百六十九章日月同辉, 石破释放出血脉异象, 本意就是将林寻真逼退, 自己得到缝隙闯过去, 为杀苏子墨, 在肉身血脉上, 石破自信可以胜过林寻真, 但他根本没想到, 林寻真也极为果断, 他唯一的目的, 就是要将石破阻拦下来, 所以, 林寻真上来就释放出无上神通朱仙剑, 疯子, 石破大骂, 感受到朱仙剑带来的领冽杀鸡, 也不敢大意, 连忙捏动法绝, 朱仙剑, 乃是无上神通中的杀伐之术, 他的血脉异象根本抵挡不住, 只能以无上神通对抗, 傅天应, 石破迅速捏动法绝, 整个人气势陡然一变, 一手指天, 一手捏印, 苍天都在轰隆隆地震动, 无上神通傅天应, 大应祭出, 牵引苍天之力, 倾覆而下, 全力镇压, 无可抵挡, 这一刻, 石破仿佛背负苍天, 凝聚大应, 朝着林荀珍的朱仙剑撞了过去, 两大无上神通的对决, 其实, 无论两人谁胜谁负, 林荀珍已经成功了, 他以朱仙剑, 逼出石破的无上神通, 就等于替苏子墨解决掉一个巨大的威胁, 另一边, 明辉神子身法最快, 最先杀到苏子墨身前, 体内轰隆一声, 金色气血生疼, 身后浮现出一座光芒万丈的金字塔建筑, 在建筑的周围, 下方, 还跪拜着无数生灵, 在大声祈祷, 神色虔诚, 明辉神子知道苏子墨的强大, 所以真的是毫无保留, 直接将神族最为强大的手段血脉一项挤了出来, 气势暴涨, 不止如此, 明辉神子在降临的一刻, 手中的法觉, 已经凝结完毕, 无上神通, 日月同辉, 明辉神子朝着苏子墨摇摇一指, 下一刻, 在他的身前, 浮现出一轮烈日, 一轮圆月, 两颗星辰迸发出赤圣夺目的光芒, 迅速弥漫, 不满整的虚空, 在这片战场之上, 光芒无处不在, 神灰闪耀, 所有身处光芒下的生灵, 都要承受这道神灰的洗礼进化, 每一道神灰, 都由无数道光芒组成, 而每一道光芒, 如同神剑神枪一般, 可以洞穿万物, 血脉异象, 配合无上神通, 同时降临, 明辉神子爆发出自己的最强攻势, 另一边, 却闻杀智, 他也没有留守之意, 上来便打出无上神通, 时空禁锢, 两道无上神通, 几乎同时降临, 就算苏竹的元神, 还能释放出诸仙剑和阴阳无极, 他还能同时释放, 无上神通对元神的消耗极大, 连续释放和同时释放两道无上神通, 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那无尽的光辉之中, 苏子莫转头看了血纹一眼, 这一眼, 看得血纹毛骨悚然, 那双眼眸中, 左眼漆黑, 右眼洁白, 双眼陡然迸发出一黑一白两道光芒, 在半空中凝聚成阴阳双鱼, 随后迅速纠缠旋转, 阴阳双鱼,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头尾相连, 连绵不绝, 无上神通, 阴阳无极, 苏子莫没有释放任何法觉, 只是借助同树, 便将这道无上神通凝聚出来, 他选择对付我, 却闻的脑海中, 闪过这个念头, 不禁有些恼火, 如此一来, 他就没有机会得到苏竹的道果了, 明辉道友, 就看你的了, 却闻扬声说道, 催动元神, 继续加强时空禁锢的神通之力, 准备接下这道阴阳无极, 但很快, 却闻脸色大变, 不对劲, 这道阴阳无极的威力, 嘶, 却闻倒吸一口冷气, 骇然发觉, 他的时空禁锢, 根本抵挡不住碾压过来的阴阳打磨盘, 几乎是催枯拉朽般, 时空禁锢彻底崩溃碎裂, 这座阴阳无极大磨盘, 甚至朝着他碾压过来, 要将他碾成碎末积粉, 沉磨, 却闻下的肝胆剧烈, 魂飞魄散, 无上神通之间, 威力确实有大小之分, 即便是同一道无上神通, 不同的人释放出来, 威力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但在血纹看来, 他的时空禁锢, 应该与阴阳无极相差不会太大, 他根本没想到, 会发生眼前这一幕, 实际上, 阴阳无极和时空禁锢两者对抗, 确实很难分出胜负, 只不过, 苏子墨的这道阴阳无极的背后, 有着竹罩幽影两颗神石的力量加持, 使得这道无上神通的威力, 整整上升一个层次, 扑, 却闻心神大震, 反应稍慢, 自己的身躯便传来一阵剧痛, 几乎要被撕裂扯碎, 口吐鲜血, 他来不及多想, 手掌拍在橱雾袋上, 甩出一道血色身影, 这道血色身影与阴阳无极大磨盘碰撞, 瞬间爆裂, 化为一团污秽之极的血物, 这是他这一磨的长辈, 赠给他的血身傀儡, 关键时候, 可以扔出来, 替他死一次, 阴阳无极大磨盘稍有停顿, 但很快, 便继续碾压下来, 那些污秽血物, 也尽数被阴阳谋灭, 化于无形, 但血纹借助刚刚这稍纵即逝的停顿, 即出血腾足的血顿大法, 整个人化作一道血光, 暂时脱离了阴阳无极大磨盘的笼罩范围, 血顿大法, 对他的气血消耗极大, 但此时, 他已经顾不到这些了, 却闻催动奉天令牌, 一道光芒闪现, 裹挟着他的身影, 消失在邪魔战场中, 就在他刚刚离开, 阴阳无极大磨盘碾压过来, 差之毫厘, 这一幕, 落在旁人的眼中, 却又是另外一番感触, 那间界苏主只是回头看了血闻一眼, 就差点将一位无上真灵杀死, 苏子墨的大半的注意, 并未放在血闻的身上, 而是在身前的明辉神子, 明辉神子的战力, 确实极强, 即便在一百多位无上真灵中, 也足以排进前几位, 面对神祖血脉异象和日月神灰的攻势, 苏子墨也要认真一些, 痴, 在无尽的璀璨神灰之下, 突然绽放出一道鲜血淋漓的剑光, 强行撕开周围的神灰大幕, 无上神通, 朱仙剑, 在释放出阴阳无极的同时, 苏子墨催动元神, 捏动剑指, 释放出第二道无上神通, 两道无上神通, 同时释放出来, 在战场上, 激起巨大的波澜, 明辉神子的眼眸中, 释放着无尽的神光, 想要催动日月同灰的大幕, 但终究抵挡不住主朱仙剑的锋芒, 当然, 即便如此, 两大无上神通不断消耗之下, 朱仙剑的威力, 也所剩无几, 被他身后的血脉异象直接镇压, 第二千八百七十章近战搏杀, 杀, 摆脱朱仙剑的威胁, 明辉神子从背后抽出一柄黄金大剑, 闪烁着万丈光芒, 神灰奕奕, 大喝一声, 不退反进, 朝着苏子墨冲去, 静战搏杀中, 可以将神族肉身血脉的优势, 发挥到极致, 这柄黄金大剑, 乃是九节纯阳灵宝, 锋芒伶俐, 力量刚猛, 配合着身上穿着的黄金战甲, 还有身后神秘古老的金字塔, 明辉神子携带着无尽神灰, 赤胜夺目, 从天而降, 气势达到巅峰, 刚猛无仇, 苏子墨神色平静, 心念一动, 掌心中也多了一件奇闻兵器, 却是一柄玉柄白丝的浮沉, 嗯, 十大邪魔中的黑衣女看到这柄浮沉, 突然轻移一声, 若有所思, 战场上, 面对明辉神子这刚猛至极的攻势, 苏子墨挥动手中的浮沉, 三千白丝仿佛化作绵绵无尽的弱水, 一圈一圈缠绕在黄金巨剑之上, 尾缠一圈, 黄金大剑的力量, 便削减一分, 黑衣女看到这一手, 眼眸中更是掠过一丝奇异的光芒, 旁人不清楚苏子墨这一手浮沉的招法, 可他最清楚不过, 这明显传承于九天玄女大帝, 这一手招法, 将浮沉中的阴柔勉力, 发挥到了极致, 便是他使出来这一招, 也不过如此, 明辉神子的黄金大剑刚猛无仇, 但斩落下来, 却被三千白丝缠绕, 力量被消磨殆尽, 明辉神子只觉得自己这一剑, 仿佛站在了棉花上, 令他无比难受,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突然感觉到黄金大剑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 蕴藏着扭曲撕裂之力, 他的手掌, 都有些拿捏不住, 虎口传来一阵剧痛, 已经流淌出鲜血, 下一刻, 黄金大剑的另一端, 传来一股惊天神力, 明辉神子握不住剑柄, 竟被苏子墨手中的浮沉, 将黄金大剑倒卷回去, 丢了神兵, 黄金大剑可是久劫纯阳领宝, 对他至关重要, 不出意外, 对面纳德玉炳白丝的浮沉, 应该也是纯阳领宝, 否则, 根本挡不住黄金大剑的锋芒, 给我那命来, 明辉神子心中震怒, 大喝一声, 上前一步, 金色气血涌动, 抬手一拳, 朝着苏子墨打过去, 这番应变, 显示出明辉神子强大无比的近战技巧和经验, 若是黄金大剑被夺, 他选择后退, 苏竹得到两剑纯阳领宝, 必定会占据着巨大的优势, 而如今, 苏竹的浮沉卷着黄金巨剑后撤, 两剑纯阳领宝还来不及反击, 明辉神子就已经杀到近前, 两人近在咫尺, 这个距离之下, 没有太多的空间给苏竹操控两剑纯阳领宝, 明辉神子逼迫着苏竹, 只能与他赤手空拳近战搏杀, 能修炼到这一步, 成长为无上真灵, 除了领悟无上神通, 都不知经历过多少血与腥风, 哪个是一语之辈, 明辉神子几乎想到了一切, 只是, 他没想到一件事, 苏子墨的肉身血脉, 乃是十二品造化清廉之身, 以清廉真身为根基, 就算苏子墨不动用其血, 他的肉身, 也经历过多道无上神通的洗礼, 绝非他的肉身血脉所能抗衡, 面对明辉神子这一拳, 苏子墨不闪不闭, 也反手一拳打了过去, 找死, 明辉神子口中这两个字, 还没有说完, 两人的拳头就剧烈地撞击在一起, 爆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轰, 拳拳碰撞, 地动山摇, 在这一瞬间, 仿佛天地都微微战斗, 时间静止, 下一刻, 碰撞中心突然迸发出一团赤胜无比的光晕, 朝着四周迅速地扩散, 掀起巨大的真元气浪, 两人身下的芒山, 在方才苏子墨与夏英交手之时, 就已经崩溃塌陷, 化为一堆碎石, 而如今, 两人拳拳硬汉, 都是半步未退, 碰撞迸发出来的真元气浪, 直接将两人身下的无数碎石杀力卷起, 推向四面八方, 在两人的身下, 浮现出一个巨大范围的圆形深坑, 这苏竹, 竟然能接住明辉神子带着血脉异象的一拳, 毕竟经历过五道无上神通的洗礼, 早已吞去繁体, 产生止变, 好像不对劲, 围观的无上真灵中, 有人发现了异常, 似乎是明辉落了下风, 她的血脉异象出现裂痕了, 什么, 这道声音, 在周围引来一片哗然, 就在此时, 战场上也发生变化, 原本在明辉神子身后的那座神秘古老的金字塔, 在微微战斗, 金字塔上正在有无促岩石脱落, 下方原本跪拜着的万族生灵, 也停止祈祷, 露出惊恐之色, 纷纷逃离, 明辉神子作为神族王室, 在近战的肉身对决中, 竟然败了, 旁观之人看到这一幕, 虽然无比震惊, 但也远远无法身丽其境地感受到, 明辉神子内心中的惊骇, 苏子墨这一拳, 不但打散了他的血脉异象, 也击溃了他的骄傲和信心, 不可敌, 明辉神子的脑海中, 只剩下这三个字, 他表面上没受到什么伤害, 但又必传来一阵剧痛, 浑身的骨头仿佛都要散架, 撤, 明辉神子毫不犹豫, 转身就走, 他面临的情况, 与血纹不同, 方才, 血纹若是反应稍慢, 并会被阴阳无极大末盘碾, 而眼前, 明辉神子虽然自知敌不过苏子墨, 却也并未感受到太大的危机, 没有立即祭出奉天令牌, 撤出邪魔战场, 他自然有自己的打算, 现在可以撤离战场, 避开苏竹的锋芒, 等其他人出手, 混乱之中, 或许他还有机会可以出手争夺苏竹的道果, 想逃, 苏子墨目光冰朗, 明辉神子明显就是奔着杀他而来, 他也不会心慈手软, 苏子墨甩动太乙浮沉, 卷起黄金大剑, 朝着明辉神子展落下去, 刷, 这一剑的速度太快了, 而且又是九节纯阳灵宝的黄金大剑, 风声呼啸间, 剑刃已经降临下来, 明辉神子似乎没能躲开, 疯狂运转身上的黄金铠甲, 激荡出一道道神灰光滑, 当, 黄金巨剑斩蜡在黄金铠甲上, 只是一剑, 就几乎将黄金铠甲击碎, 明辉神子的背心甲皱上, 浮现出一道道裂痕, 但黄金大剑迸发出来的距离, 推动着明辉神子, 让他的速度暴涨, 化作一道金光, 瞬间拉开了他与苏子墨之间的距离, 哈哈, 明辉神子大笑一声, 道, 苏竹, 多谢相送, 第二千八百七十一章再送你一程, 明辉神子虽然遭到重伤, 口中咳着鲜血, 但仍是满脸的意, 逃走之后, 还不忘挑衅, 苏子墨唯唯冷笑, 明辉神子的身法速度虽快, 却逃不过他的追杀, 只要他释放出大鹏羽翼, 及格呼吸间, 便能追赶上去, 苏子墨身形移动, 正要运转秘法, 凝炼出大鹏羽翼, 却突然看到一个人, 便下意识地停止秘法, 只是正常地追赶过去, 明辉神子在逃跑之时, 也看到了这个人, 一位道姑朝着他行来, 大袖飘飘, 超凡脱俗, 但偏偏后面背负着一个巨大的方形棋盘, 显得颇为怪异, 明辉神子眼前一亮, 天界, 其仙均余, 在此之前, 他本打算借助其仙之刀, 斩杀苏竹, 所以才将秦仙和岳华剑先死在苏竹手中之事, 传了出去, 只不过, 苏竹与夏英约站此地, 他以为苏竹必死, 也就没有再去推动过此事, 如今, 他突然看到其仙均余朝这边走过来, 之前那个借刀杀人的计谋, 再度浮上心头, 看来, 这其仙均余已经知晓秦仙和岳华剑先死于苏竹之手, 明辉神子转念又一想, 道, 这其仙, 可能也是为了苏竹的道果而来, 苏子墨就在明辉神子的身后追赶, 明辉神子眼看着其仙均余朝这边走过来, 自然以为其仙要对付的是苏子墨, 均余道友, 在下久仰大名, 两人迎面而来, 明辉神子仙打了声招呼, 朝着身后一指, 道, 此人便是杀害天界秦仙和岳华道友的恶贼, 我来祝你, 为天界的两位道友报仇, 其仙均余也没有废话, 一语不发, 上来便捏动法觉, 凝聚出时空禁锢的神通, 好, 明辉神子心中大喜, 忍不住大鹤一声, 其仙均余如此果断, 真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而其仙均余先一步释放出无上神通, 等杀掉苏竹之后, 两人都没有无上神通可用, 他夺取道果的几率, 便又增加一分, 君余道友真是杀法果, 嗯, 明辉神子称赞的话还没说完, 突然顿住, 脸色一变, 其仙均余的时空禁锢凝聚出来, 并没有打向他身后的苏子墨, 而是朝着他都头罩落下来, 这, 明辉神子毫无防备, 一脸茫然, 神情错愕, 即便被时空禁锢笼罩住, 都没能想明白这是怎样一回事, 其仙均余的无上神通, 打错了人, 不对, 修炼到这一步, 怎么可能打错, 难道, 这其仙均余想要连我一起杀死, 独自占有苏竹的道果, 必是如此, 看着如此超凡觉俗的道姑, 没想到, 心思居然如此狠觉独辣, 就在此时, 其仙均余似乎看出明辉神子心中的迷惑, 指了指不远处的苏子墨, 淡淡开口, 那人我认识, 很熟, 明辉神子突然瞪大双眼, 脸色铁青, 一口鲜血欲结在胸口, 若非被时空禁锢锁定, 恐怕早已喷了出来, 其仙均余摘下背后的心罗旗盘, 正要出手, 将明辉神子打死, 苏子墨的声音突然响起, 悠悠传来, 明辉, 不用谢, 苏子墨道, 我再送你一程, 明辉神子那句多谢相送, 话音似乎刚落枚多久, 苏子墨的回应就已经来了, 扑, 太乙浮沉的三千白丝, 突然凝聚起来, 仿佛化作一柄尖锐无比的长枪, 瞬间没入明辉神子的后脑, 太乙浮沉, 属于奇门兵器, 刚柔并济, 这一下, 便是神族的肉身血脉也抵挡不住, 明辉神子的尸海, 瞬间被洞穿, 原神极灭, 生死盗销, 一代神子, 连奉天令牌都没来得及祭出来, 便葬身邪魔战场, 太乙浮沉的白思, 将明辉神子腰间的奉天令牌卷了过来, 这是明辉神子的奉天令牌, 苏子墨无法催动, 离开邪魔战场, 但令牌上的却有不少战功, 等离开邪魔战场后, 重新获取一块奉天令牌, 苏子墨就可以将明辉令牌上的战功, 尽数转移到他的奉天令牌上, 其实, 刚刚齐先军鱼可以将明辉神子杀死, 但苏子墨有意抢先一步, 如今的局面下, 齐先军鱼站在他这一边, 将明辉神子困住, 本就得罪了神族, 若是再让齐先亲手杀掉明辉神子, 神族必将所有的仇恨和怒火, 全部宣泄到他的身上, 苏子墨听说, 这其齐先军鱼来到奉天界, 并没有什么先王强者护送, 如果明辉神子死于齐先军鱼之手, 苏子墨担心, 军鱼未必能活着返回天界, 所以, 他才抢先一步斩杀明辉, 明辉神子身上, 最有价值的三样东西, 纳柄黄金大剑, 明辉神子的盗果, 还有他的除物袋, 苏子墨都没有去碰, 而是留给齐先军鱼, 此时, 苏子墨已经成为众矢之地, 一百多位无上真灵中, 不知道有多少人动了杀星, 齐先军鱼能在这个时候, 站在他这一边, 本就冒着巨大的风险, 九节纯阳领宝, 一颗道果和储物袋, 是齐先军鱼印的织物, 两人之间, 没有太多交流, 苏子墨对着齐先微微点头, 示意他自己多加小心, 便转身赶赴另一处战场, 那处战场上, 实际的石破, 正与林寻真大战厮杀, 难解难分, 石破注意到苏子墨朝这边冲过来, 不禁脸色大变, 心中一领, 他与林寻真厮杀交手, 虽然占据着上风, 但一时间, 也难以取胜, 若是再多一个苏子墨, 他必败无疑, 滚开, 石破抡起惊天石斧, 身躯闪烁着一道道岸金色光芒, 整个人仿佛与石斧融为一体, 不分彼此, 朝着林寻真爆发出强势一击, 轰, 林寻真已经进入绝剑之境, 双眼空洞无神, 斩断七情六欲, 也没有恐惧, 面对这一击, 林寻真不闪不避, 横剑一次, 剑剑战斗, 剑盲吞吐, 直奔石破的眉心刺了过去, 直奔这一斧劈下来, 固然能将林寻真劈成两半, 可他自己, 也难逃林寻真这一剑的绝杀, 一旦剑光落入尸海, 他必死无疑, 以命换命, 真是疯子, 直奔骂了一生, 只能收回惊天巨斧, 挡住林寻真的剑光, 当剑斧交集, 火星四剑, 如此一来一回, 稍有突厌, 石破便失去了最佳的逃生机会, 下一刻, 苏子墨从天而降, 第2872章五掌振臂, 太以浮沉的三千银丝蔓延过来, 分成十几数, 如同一条条灵性十足的大蟒, 朝着石破缠绕过来, 石破挥动着惊天石斧, 连续挥斩, 配合十足秘法, 释放出一道道灰色真元, 力量刚网, 无可匹敌, 只不过, 三千银丝好似无穷无尽, 金天石斧虽然逼退几数, 但仍有诸多银丝如同流水, 无孔不入, 顺着金天石斧舞动的缝隙流动进来, 像是金天石斧这种大型的神兵, 力量极强, 异常凶猛, 在正面对抗上, 占据着绝对上风, 但这种神兵, 在灵动变化上, 却稍显不足, 石破虽然力大无穷, 却也做不到将金天石斧舞动的密不透风的地步, 刚好被太乙扶沉的银丝趁虚而入, 苏子墨挥动太乙扶沉, 根本没有选择与金天石斧硬拼, 太乙扶沉确实是刚柔并济, 但即便凝聚出最刚猛的形态, 也无法和金天石斧这种大型神兵硬汉, 但以年柔银丝之态, 却可以柔克刚, 三千银丝突破石破的防御之后, 仿佛化作无数道银针, 朝着石破的身上刺了下去, 石族最为强大的便是肉身, 有传说, 石族的石族乃是一块青石接受天地造化, 日月精华, 修炼得道, 开创石族一脉, 石族的肉身, 便是寻常的兵器, 都很难破开他们的防御, 此时, 石破的身躯微微膨胀, 皮肤灰暗, 仿佛凝聚出一层坚不可摧的石皮, 三千银丝尖锐锋利, 但刺在这层石皮上, 却纷纷滑向一层, 根本无法将其刺穿, 叮叮当当, 伴随着一阵脆响, 石破毫法无损, 苏子墨神似不变, 立即变招, 三千银丝缠绕在石破的身躯, 四肢脖颈上, 不断地收拢, 将它束缚在半空中, 翁, 剑银升起, 灵循真毕竟也是无上真灵, 根本不会错过眼前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剑荡开石破的惊天石斧, 刺在石破的眉心上, 石破没有躲避, 它被太乙浮沉困住四肢, 束缚在原地, 也根本躲不开这一剑, 零, 石破再度催动原神, 轻贺一声, 它的身躯机体上, 仿佛再度多出一层灰暗粗糙的皮肤, 上面布满岁月痕迹, 不知经历过多少神兵冲击, 战火洗礼, 当, 林寻真一剑刺终石破的眉心, 却传来一阵金石焦急之声, 火星飞起, 这一剑, 竟然没能刺穿石破的皮肤, 林寻真微微皱眉, 他手中的长剑, 已经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度, 可见此剑力量之强, 即便如此, 仍是没能伤到石破, 只是在他的眉心上, 留下一点剑痕而已, 哈哈哈哈, 石破大笑一声, 暴然道, 此乃我十足传承多年的纯阳林寶, 骨皮战甲, 配合我十足的磐石秘术, 就算是九阶纯阳林寶, 都刺不穿我的防御, 想要杀我, 你们两个还嫩了些, 像是石破这种, 即便在一百多位无上真灵之中, 战力也排在前面, 必然会有一些强大底牌傍身, 拥有这件骨皮战甲, 配合他的磐石秘术, 他在邪魔战场中, 几乎可以横着走, 就算不敌, 也能全身而退, 连九阶纯阳林寶, 都无法破开他的防御, 几乎没有人能威胁到他的性命, 面对这样一个对手, 林寻珍收剑而立, 一时间生出一种无从下手之感, 就在此时, 苏子墨来到石破身前, 翻手一掌, 朝着石破的天灵盖拍落下去, 哈哈, 石破被太乙扶沉束缚着, 也没有挣脱躲避, 只是斜眼看着苏子墨, 大笑道, 九阶纯阳林寶连我的皮肤都刺不破, 难道你想要赤手空拳杀我, 苏竹, 你太天真了, 苏子墨不答, 神色漠然, 手掌继续拍落, 他如今的十二品造化清廉之身, 若是全力爆发, 可比纯阳林寶可怕得多, 就算他赤手空拳, 不动用气血, 都能接下任何纯阳林寶, 十足的磐石密法和骨皮战甲配合, 确实肩不可摧, 几乎可以抵挡任何锋芒, 但这种防御, 却未必能挡住钝气的冲击, 就像是身穿钢甲, 虽然能抵挡住刀剑的锋芒, 却无法抵挡垂拂一类钝气的冲撞, 那种冲击力, 可以透过钢甲, 作用在内部的血肉之躯上, 苏子墨如今的手掌, 便是这样的钝系, 砰,砰,砰, 苏子墨连续三掌拍落下去, 如急败格, 每一次拍落, 石破的身躯都会战斗一下, 石破头顶上的骨皮战甲和石皮, 依然没有任何破损的迹象, 但苏子墨手掌中迸发出来的力量, 却透过战甲和石皮, 涌入他的视海中, 三掌之后, 石破已经被打萌了, 脑海中一片混乱, 脸色紫青, 眼珠都凸了出来, 不满血丝, 方才拍落的哪里是什么手掌, 简直像是一块快遮天蔽日的石碑末盘, 一座座山峰砸落下来, 每等石破反应过来, 砰的一声, 第四掌拍落, 石破浑身大震, 他的双眼, 双耳, 口鼻中, 都在缓缓渗透着心红的血迹, 触目惊心, 目光都变得呆滞, 神情僵硬, 砰, 第五掌拍落, 咔嚓,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石破的身形好似突然碍了一块, 准确来说, 是石破的脑袋, 被苏子墨这一掌拍的缩短一截, 几乎要整个塞进脖颈里面, 石破眼眸中的光芒, 迅速暗淡下来, 体内的生命奇迹, 也开始消散, 他的骨皮战甲和石皮, 在外表看上去, 仍然没有一点伤痕, 但他的脑袋里面, 已经被苏子墨武掌镇成了江湖, 原神溃散, 只有一颗道果还保存完好, 邪魔战场内外,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满脸惊骇, 从血纹, 石破, 明辉神子三人动手到此刻, 整个过程疏来漫长, 但其实, 也不过时隔呼吸的时间, 便是这短短时隔呼吸, 便有两位无上真灵惨死, 葬身邪魔战场中, 运气最好的那位, 也遭到重创, 付出一具血身傀儡, 释放血盾大法, 才侥幸逃的一命, 太惨烈了, 算上下阴, 战功预备的前十位, 已经折了三人, 而且这三人, 全部死于一人之手, 围观的众多真灵强者中, 一百多位无上真灵中, 原本还有一些人蠢蠢欲动, 看到这一幕, 心先凉了半截, 第二千八百七十三张蛊惑, 奉天广场上, 纵然来自各大界面的众位王者, 见惯了血雨腥风, 生生死死, 可看到方才的一幕, 仍是暗暗则舌, 下阴, 石破, 明辉神子, 随便哪一位站出来, 在真灵之中, 都是不可一世的存在, 没想到, 今日竟然全部折在邪魔战场中, 望着第七区的那位黑发青山的男子, 不少王者都暗自推翻之前对苏竹的评价, 重新审视起来, 这样的形势下, 苏子墨失去奉天令牌, 成为众矢之地, 几乎是必死的局面, 就在识破, 明辉神子, 血文三人出手的一刻, 众人也都认为, 这一战, 已经结束了, 可没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变数, 当然, 在众人看来, 出现眼前的结局, 最大的原因, 便是林寻珍和天界君余的出手, 这两人站出来, 给予了见界苏竹巨大的帮助, 林寻珍拦住石破, 而其先君余释放时空禁锢, 困住明辉神子, 在时空禁锢的神通笼罩下, 明辉神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苏子墨将自己杀死, 连自曝道果都做不到, 这见界苏竹看着宛如书生, 但动其手来, 当真是杀伐果断, 雷霆万君, 如同魔神一般, 若非如此, 他早就被围攻致死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 绝不能有半点仁慈, 唯有以雷霆杀伐, 以鲜血死亡, 方能振折其余的无上真灵, 他确实做到了, 刚才有不少蠢蠢欲动的无上真灵, 此时都开始犹豫起来, 不敢上前, 这或许是他活命的唯一机会, 未必, 另一位王者说道, 连杀三位无上真灵, 固然让人忌惮身畏, 但此子毕竟已是强母之末, 只要再站出来几位无上真灵, 此子仍难逃一死, 有人杀他, 也有人站出来帮他, 刚才那两位救世, 呵呵, 刚才连寻真和其仙都已经释放过无上神通, 就算站在他身边, 也挡不住其他无上真灵, 另一位王者笑了一声, 反问道, 这种局面下, 你说是落井下石, 趁火打劫的多, 还是主持公道的多, 听着周围的议论, 见见陆云等人都是神色凝重, 他们也清楚, 邪魔战场中的一百多位无上真灵, 毕竟与苏子墨没有什么交情, 即是素不相识, 谁会站出来帮助他, 换作是他们, 在这种局面下, 也未必会站出来帮助一个陌生人, 但眼下的局面, 肯定会有趁火打劫之人, 别说这群无上真灵与苏子墨素不相识, 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便是至交好友, 在巨大的诱惑面前, 都有可能落井下石, 苏子墨已经是强母之末, 若是在有三两位无上真灵站出来, 他都难逃此劫, 刚才苏子墨的杀法手段, 或许能振折住大多数的无上真灵, 但肯定还会有人出手, 这里是邪魔战场, 双方都是同阶修士, 没有什么规矩可言, 陆云, 石硕王神色冰朗, 望着见见众人的方向, 冷冷地说道, 你们见见真是培养出来一位天骄啊, 石硕王的声音中, 充满着怨念, 但很快, 他话锋一转, 道, 只不过, 你们这位领悟五道无上神通的天骄, 也要死在里面了, 石族本就与见戒不合, 恩怨极深, 如今, 石破又被苏子墨当众斩杀, 可想而知, 石族众人此时心中的愤怒怨恨, 神族那边也看着见戒众人, 脸色不善, 陆云等人没心思与石硕王, 寒慕王之辈争吵, 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巨幕, 担心苏子墨的处境, 痴龙王倒是忍不住开口, 冷笑一声, 道, 邪魔战场中, 同皆相争, 生死盗销, 便是既不如人, 有什么可说的, 再者说, 你们三个见面的无上真灵联手围攻苏竹, 反被苏竹所杀, 换作是我, 都不好意思提, 你, 池硕王瞪了痴龙王一眼, 一时雨色, 寒慕王对卓陆云等人咧嘴一笑, 道, 你们放心, 这个苏竹蹦达不了多久, 想要以杀法手段振折那些无上真灵, 实在太天真了, 修炼到无上真灵的生灵, 哪一个不是到心稳固, 无所畏惧的天骄, 这群天骄聚在一起, 还会怕你一个没有无上神通的真灵, 寒慕王这句话还没说完, 邪魔战场中, 就已经发生一些变化, 短暂的平静之后, 还是有人站了出来, 呵呵, 污界的一位男子轻轻拍了下手掌, 望着不远处的苏子墨, 含笑道, 精彩, 真是精彩, 苏兄的手段, 真是让在下大开眼界, 长了见识, 污界的无上真灵, 污形, 污形眼眸中, 泛起悠悠绿光, 话锋一转, 问道, 不过, 苏兄释放了这么多道无上神通, 还剩下几分气力, 要来试试嘛, 苏子墨目光一扫, 淡淡地说道, 杀你足够, 哈哈哈哈, 污形大笑一声, 道, 苏兄, 都这个时候了, 你就不用再硬撑了, 多累啊, 大家都是无上真灵, 你的状况, 瞒不过我们的双眼, 而且, 想要对苏兄出手之人, 可不止我一位, 一边说着, 污形一边看向身旁, 扬声道, 这位见见苏主领悟了五道无上神通, 眼下的机会千载难逢, 让他离开这里, 今后谁都别想染指他的道果, 污形并未单独上前, 贸然行动, 而是在挑动周围的无上真灵, 蛊惑人心, 只要多为无上真灵站出来, 众人同时出手, 多道无上神通倾覆而下, 苏主纵然有千般手段, 也必死无疑, 混乱之中, 谁能得到苏主的道果, 就个凭本事了, 他的道果, 恐怕不容易得到, 一位无上真灵颇为慎重, 突然说道, 若是在最后关头, 他来个自曝道果, 嘿嘿, 蕴藏着五道无上神通的道果爆炸, 围攻他的无上真灵, 恐怕都得陪他共赴皇权, 道有多虑了, 污形唯唯一笑, 道可不是他想要自曝道果, 就能成功的, 刚才的明辉神子, 识破两位道友, 全都死在苏主的手中, 两人可都没机会自曝道果, 众人暗暗点头, 污形继续蛊惑说道, 只要我们出手的无上真灵中, 有人掌控时空禁锢, 就足以将他限制住, 第二千八百七十四章十八位无上真灵, 污形的话, 确实让一些无上真灵心动, 自曝道果, 需要难以想象的决心和魄力, 道果碎裂, 会导致魂飞魄散, 不入轮回, 等于断绝了自身转世轮回的机会, 除非迫不得已, 即便真灵身影, 都未必会选择自曝道果, 而是给自己留下一丝希望, 更何况, 大战厮杀, 变光火时间, 稍有犹豫, 便会失去自曝道果的机会, 像是刚刚的明辉神子, 被时空禁锢限制住,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葬身于苏竹之手, 而石破更是没料到, 自己会被苏竹五掌阵杀, 按照目前的状况, 间接苏竹连番大战, 已经释放过六道轮回, 阴阳无极, 诸仙剑, 八雅神力四道无上神通, 原神消耗, 必然已经达到极致, 他刚才虽然对乌行放出过狠话, 但多半是虚张声势, 更何况, 就算他还有些许战力, 能挡得住多道无上神通的攻势, 而且, 间接苏竹眼看着乌行召集鼓动无上真灵对他出手, 却没有任何激烈的举动, 他只是旁若无人地清理着战场, 失去方才一战的战力挺, 持破身影, 他的道果, 神兵战甲都是难得的宝物, 身为实界的无上真灵, 除雾带中也必然有不少好东西, 这一点, 更让众人确信自己的推测, 若是苏子墨还有余力, 以他方才显露出的杀伐决断, 恐怕早已对乌行出手, 如今置之不理, 只是放了一句狠话, 恐怕就是因为连番大战后, 已经筋疲力尽, 乌行看到苏子墨的状态, 心中更加笃定, 环顾四周, 唯唯笑道, 道, 哪位道友掌握无上神通, 愿将此人限制住, 我来, 金乌界的无上真灵, 路贪战了出来, 浑身燃烧着金色火焰, 盯着不远处的苏子墨, 杀气腾腾, 又一位超级大戒的无上真灵, 诸位还在顾忌什么, 乌行仍没有急着出手, 扬声道, 这里是邪魔战场, 同阶之争, 就算生死盗销, 也怪不得旁人, 剑戒虽然是超级大戒, 但也不可能因为此人死在邪魔战场中, 便打破这个规矩, 找你们所在的戒面报复, 不得不说, 乌行确实很通晓人心, 在场的不少无上真灵, 之所以没有战出来, 一方面是忌惮苏子墨, 另一方面, 就是忌惮他背后的剑戒, 但如今, 有乌戒, 金乌戒两个超级戒面带头, 再加上乌行这番话, 确实打消不少无上真灵的顾虑, 算我一个, 一位穿着色彩斑斓服饰的男子站了出来, 脸色枯黄, 悠悠地说了一句, 独罗, 高等戒面独戒的无上真灵, 还有我, 一位道袍上映满株天星城的男子, 跺步而出, 星落天, 来自高等戒面星界, 我, 我也来凑凑热闹, 既然如此,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哈哈, 转眼间, 围观的众多无上真灵中, 便有十几位无上真灵站了出来, 除了最开始的乌行, 路滩两个来自超级大戒, 愚者有来自九个高等戒面, 巨人戒, 独戒, 星戒, 无声戒, 白骨戒, 木戒, 玄戒, 冰霜戒, 天罡戒, 还有六位无上真灵来自中等戒面, 天蝎戒, 黑鸭戒, 千诛戒, 龙鹤戒, 风柴戒, 火戒, 甚至还有一位低等戒面的无上真灵, 来自原阳戒, 十八位无上真灵站出来, 各自散开, 看似随意地走动, 却已经将苏子墨所有可能的出路封死, 当然, 绝大多数的无上真灵, 还是保持着观望, 一部分无上真灵, 对一都稀少, 落井下石之举, 颇为不屑, 另一部分, 纯粹就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三千戒中, 也有一些戒面与见戒交好, 只不过, 这些戒面中, 有的没有诞生无上真灵, 而有的戒面中的无上真灵, 与苏子墨素不相识, 不想被卷入其中, 引火烧身, 当然, 还有寥寥促人在努力帮助苏子墨周旋, 凤子皇女两人曾被苏子墨打伤, 结下梁子, 此时看着有十八位无上真灵站出来, 两人也有些异动, 就算得不到苏子墨的倒果, 分得他身上的其他宝物, 倒也不错, 你们身为无童界的天骄, 此时也要趁火打劫, 龙黎似乎看出两人的心意, 神色嘲讽, 忍不住说道, 我龙黎年纪虽小, 却也不屑于做这种事, 凤子皇女两人的脸上, 先是涌现出一阵怒意, 但很快, 两人相互对视一眼, 又觉得龙李所言不错, 此等行径, 确实太过无耻, 凤子皇女两人冷恒一声, 没说什么, 暂时放弃了对苏子墨出手, 诸位, 我等都是来自各大界面的无上真灵, 这是何等的身份, 何等的骄傲, 岂能做这种以多稀少之事? 花界的牧连再也看不下去, 站了出来, 大声说道, 更何况, 见解的苏竹道友连番大战, 精疲力竭, 你们这个时候联手围攻, 不嫌丢人吗? 苏子墨心中硬暖, 看向牧连, 对着他摇摇点了下头, 其实, 他与这位花界的牧连素不相识, 但在奉天广场上, 牧连就曾站出来帮他说过一次话, 绝见风风主曾说过, 牧连虽是女子之身, 却不让须眉, 素有侠名, 今日一见, 果然不嫁, 眼下的局势, 还敢站出来帮他说话, 仗义直言, 实在需要莫大的勇气。 牧连道有此言差矣, 乌行轻笑一声, 道, 眼下又不是什么排名争战, 也并非擂台对决, 自然没有什么规则束缚, 没必要单打独斗。 这里是邪魔战场, 我们面对邪魔罪灵, 也经常会出现被围攻的情形, 谁又抱怨过甚麻。 牧连大声道, 可我们是来自三千界的无上真灵, 不是邪魔罪灵, 苏竹道有也不是。 牧连这句话, 确实道出了关键, 乌行笑容一致, 但很快, 便双手一摊, 心笑道, 牧连道有若是看不过去, 自然可以站出来帮助苏竹道有, 这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又没有阻拦。 邦就邦, 牧连受不得机, 心中一横, 一口硬下来。 话虽如此, 可苏子墨这边的人数太少。 算上他, 再加上其先君鱼, 龙黎, 林寻真三人和见见苏竹, 也不过五个人。 而这五个人中, 苏竹已经没剩下多少战力, 剩下的三人也刚刚释放过无上神通, 就只剩下他一人能释放无上神通。 面对十八位巅峰状态的无上真灵, 他们根本抵挡不住。 第二千八百七十五章战火载然, 牧连道有, 多谢你的好意, 就在此时, 牧连的脑海中, 突然传来一道神世传音, 正是来自不远处的见见苏竹, 这一战, 你在一旁观战即可, 不必上前来助我, 我自有应对之法。 说完这番话, 境界苏竹还对着他点了点头。 牧连微微皱眉, 有些迷惑, 眼下十八位无上真灵即将联手, 已经形成何为之事, 苏竹已是强弩之末, 还能有什么应对之法? 就算他还有余力, 就算他还能释放出什么其他的无上神通, 抵挡得住十八道无上神通倾覆而下。 牧连望着苏竹, 神色复杂, 心中叹息一声。 他知道, 这位苏竹倒有肯定是不想连累他, 才会让他在一旁观战。 以十八位无上真灵为首, 还有不少真灵强者虎视眈眈, 杀气腾腾, 准备随时出手。 苏子墨刚才斩杀了夏英, 明辉神子, 识破三位无上真灵, 这三大界面中, 还有其他的真灵强者都留在邪魔战场中, 并未离去。 他们自然也不会放过眼下这个时机, 在另一个方向, 还有一群真灵强者, 时刻都在关注着这边的情况, 正是邪魔战场中的邪魔罪灵。 十大邪魔中, 甚至有几位都蠢蠢欲动, 似乎准备趁火打劫。 嘿嘿, 夜叉鬼灵怪笑一声, 道, 一会儿大战, 我也准备出手, 去分一杯羹。 混乱之中, 那苏竹的道果究竟落在谁的手中, 可还是未知。 夜叉鬼灵身为虚空夜叉一族, 最擅长空间道法, 来去无踪。 对面的无上真灵虽然人数众多, 但他最擅长浑水摸鱼, 趁乱潜入, 确实有机会占到便宜。 旁边的黑衣女突然开口, 冷冷地说道, 我劝你最好别烫着浑水,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话吗, 你应堂玄珍, 空有大姐。 晦气, 夜叉鬼灵脸色阴沉, 骂了一声, 好像瞬间被浇了一盆凉水。 黑衣女指了指远处的苏子墨, 又道, 这个人不好招惹, 我劝你离他远点。 这种形式下, 还能如此淡定, 你以为他没有其他后手? 就算他现在再释放出一两道无上神通, 我都不会惊讶。 这句话把夜叉鬼灵吓了一跳, 他连忙说道, 你, 你别吓唬我, 他都释放四道无上神通了, 还能释放一两道无上神通? 呵呵, 唯烟耸听, 另一边, 那卫生有一双红眼, 满脸邪奇的男子唯唯冷笑, 道, 就算这个苏竹还有余力释放出一两道无上神通又如何? 十八道无上神通无脑甩下去, 就算他再有四道, 五道无上神通, 也得死在这。 听到这句话, 夜叉鬼灵点了点头, 心中大病, 道, 正是如此。 对于黑衣女刚刚的提醒, 他也没有放在心上。 奉天广场上, 看到这一幕, 见见众人脸色凝重, 这一次, 就连被冥雪的脸上, 都泛起一丝忧虑。 十八位无上神灵同时出手, 必然是惊天动地, 师尊的手段虽强, 恐怕也应付不来。 当然, 他在师尊的身上, 还是发现了一丝异常。 以师尊的手段, 若是还有余力, 见到乌行站出来蛊惑人心, 召集无上神灵, 应该第一时间将乌行斩杀才对。 但此时, 师尊并未这样做, 而是任由乌行将要对付他的无上真灵, 全部召集起来。 赤尊要做什么? 难道他真的已是强弩之末? 韩慕王, 石朔王, 神族等一些界面, 都是神色兴奋, 满脸期待。 这, 如何破局? 花界的幽兰仙王心中一叹, 暗自摇头。 赤龙王醋眉沉思两酒, 即便将自己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都没有任何办法。 必死之局, 吴姐, 赤龙王的脑海中, 闪过这几个字。 战场上, 以乌行, 入贪为首的十八位无上真灵已经聚集, 在他们的身后, 还有不少真灵强者围了上来, 刺激而动。 所有人都知道, 一旦战火点燃, 十八道无上神通倾覆而下, 必定是毁天灭地般的景象。 李先回去, 苏子墨看着身边的林寻珍, 让他祭出奉天令牌, 离开此地。 林寻珍不言, 目光坚定地摇了摇头。 纵然明知必死, 他也不会弃同门而去, 他修炼的是绝剑之道, 但并非真的绝情。 相反, 他比很多人都要有情有义, 鼓道热血。 苏子墨沉吟少许, 不再相劝, 便道, 既然如此, 你先到君渝那边, 你们两人在一起也能有葛照应。 出话间, 苏子墨突然出手, 只肩释放出几道剑气, 战时封住林寻珍的真员, 将林寻珍送到君渝那边。 此时, 君渝虽然也在战场中, 但十八位无上真灵的目标是他。 大战爆发, 君渝虽然会受到波及, 但他传承玲珑仙王的道法, 身法灵动, 足以带着林寻珍撤离战场。 带着他撤离战场, 苏子墨对君渝神士传音, 停顿少许, 又道, 放心, 我死不了。 君渝没有多说, 只是点了点头, 此时, 乌行、 鹿滩等十八位无上真灵的目光, 全波落在苏子墨的身上, 杀意凛冽。 苏子墨冷冷地望着周围缓缓逼近的十八位无上真灵, 还有他们身后的一众真灵强者, 甚至连远处, 十大邪魔中传来的一些敌意, 他都能感受得到。 整片战场, 宛如一盘巨大的棋局, 他并非是棋子, 而是浮览全局的棋手。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天地间的空气, 仿佛都已经凝固, 杀, 不知是谁, 突然大喊一声, 战火瞬间点燃, 黑暗涌夜, 日月同灰, 持空禁锢, 持方俱灭, 赴天印, 朱雀天火, 五色神光, 刹那间, 十八道无上神通迅速凝聚, 从十八位无上真灵的手中爆发出来, 遮天蔽日斑, 朝着苏子墨镇压下去, 地动山摇, 风云变色, 飞沙走石, 地覆天翻。 这些无上神通, 传承多年, 每一道, 都是威力恐怖, 像是十方俱灭, 乃是修士身边浮现出诸天星辰, 在瞬息间引爆, 才有十方俱灭之威。 而那五色神光, 代表着金木水活图五种力量的道法, 凝聚在一起, 无物不刷, 无物不刻。 第二千八百七十六章梵音回荡, 十八道无上神通, 终究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 这天蔽日斑轻覆而下, 瞬间将苏子墨的身形淹没。 奉天广场上, 众位王者看到这一幕, 神色各异, 有的兴奋异常, 有的幸灾乐祸, 当然也有人大胆惯惜。 更多的见面王者都是事不关己, 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可见到这一幕, 依旧感慨万千, 唏嘘不已。 领悟五道无上神通, 其中还有一道是六道轮回, 可谓是正古朔经, 空前绝后, 只可惜, 今日却葬身在这邪魔战场中。 哀, 以此此在真一境取得的成就, 便是古今大地与之相比, 怕是也有所不及。 锋芒太盛了, 遭天度啊, 听到这些话, 间接众人更是神色悲痛, 暮火燃烧。 陆云再也忍耐不住, 环顾四周, 目光扫过乌界, 金乌界等一众见面, 寒声道, 苏竹他根本不是遭天度, 他是遭你们妒忌, 被你们围杀而死。 哀, 痴龙王轻轻一叹, 道, 如此人物, 没有折在邪魔罪灵的手中, 却被三千界的无上真灵落井下石, 围攻而死, 真是莫大的讽刺。 呵呵, 此言差矣, 乌界的乌屋血王轻轻一笑, 道, 邪魔战场中, 本就处处凶险, 混乱不堪, 谁都有可能成为众矢之地。 我族的乌行, 若是在此战中被你间界苏主斩杀, 我就不会抱怨, 不会怨恨, 更不会怪罪别人。 一边说着, 乌血王一边耸了耸肩, 神色轻松。 他的语气中, 明显带着一丝嘲讽, 眼下的局面, 乌行蛊惑众位无上真灵围攻见界苏主, 十八道无上神通无脑扔下去, 苏主已经被打得形神俱灭, 尸骨无存, 乌行又怎么可能被苏主所杀? 经乌界的陆乌王也微微汗手, 审声道, 陆云, 你们间界别搞得好像受了多大委屈, 死在邪魔战场中, 就得认。 要是怕死, 就别进邪魔战场, 三千界的不少王者文言, 都是微微撇嘴, 按道一声不要脸。 能把以多欺少, 落井下时说得如此理直气壮, 实在有些无耻。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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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云气的浑身发抖, 手掌按在腰间长剑上, 强忍怒火, 若非在奉天界中, 恐怕早就与这群人大战一场。 说起来, 苏主落得如今这的下场, 倒是与天眼族的夏英有关, 若非夏英的最后一搏, 顺手牵扬, 苏主也不会被逼到这一步。 确实如此, 表面上苏主是死在十八道无上神通之下, 但其实, 他是死在夏英的手里。 毕竟是战功玉杯的第一人, 手段确实非同凡响, 临死还能坑杀见戒苏主, 真是厉害。 人群中的议论, 始终不曾断绝, 只不过, 此时的众人还并未意识到, 夏英临死前的这一手, 坑杀的并非是见戒苏主, 也不是一两个无上真灵。 夏英坑杀的是一群人, 听到这些议论, 寒慕王悲愤的心情, 也感受到一些安慰, 微微扬着头, 冷横道, 杀我天眼族人, 还想全身而退。 痴人说梦, 北明雪目不转睛地看着剧目, 仍在努力寻找着师尊的身影。 虽然十八道无上神通, 无可抵挡, 毁天灭地, 但他仍不相信, 师尊会这样生死盗销。 北明师妹, 别找了, 云庭叹息一声, 道, 苏兄他, 唉。 赤尊没死, 北明雪突然开口, 哈, 云庭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说道, 苏兄他, 他都被打得没引人了。 事实上, 也正是如此, 十八道无上神通的笼罩之下, 苏子墨彻底被淹没吞噬,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恐怕已经被打成鸡粉, 化为虚无。 北明雪虽然看不到师尊的身影, 但他相信, 拥有十二品造化清廉之身的师尊, 至少还有血脉异象这张底牌可用, 不至于被打得形神俱灭。 就在此时, 奉天广场上, 突然传出一阵奇异的范英。 嗯, 这一道道范英显得如此诡异, 众人下意识地寻声望去, 惊讶地发现, 范英来自于第七块剧墓。 正是刚刚的第七区的纳楚战场上, 此时, 十八道无上神通的鱼粒, 仍没有完全散去, 在战场上徘徊。 而在战场上, 还回荡着一道道神秘古老的范英, 就在十八位无上真灵的身边环绕, 仿佛无处不在。 怎么回事, 打来的范英, 浩强的佛门道法, 奉天广场上的众位王者, 虽然听不懂范英中的含义, 但却能分辨出来, 这些范英背后蕴藏的强大佛法。 这种范英, 就连精通佛法的禅剑风风主听道, 都是心神一阵。 这些范英中的每个字符, 都蕴藏着无穷傲义, 仿佛只指佛法真谛, 令他生出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范英在战场上, 越来越小, 越发浩大, 显得神圣无比, 庄严肃穆。 而战场上, 乌形, 露滩等十八位无上真灵都是萌的。 众人相互对望, 他们之中, 根本没有人开口, 也没有人修炼过佛门道法。 还是奉天广场上的众位王者, 渐渐发现了异常。 范英应该来自于战场的最中心, 刚刚见戒苏竹深陨的位置, 一位王者盯着战场, 说了一半, 忽然改口道, 不对, 不对, 不是深陨, 是见戒苏竹消失的位置。 众位王者虽然修为境界高出一层, 但毕竟没有置身于邪魔战场中, 只是透过剧目, 许多细节注意不到。 此时, 听到这位王者似乎话里有话, 一众王者也连忙凝聚元神, 并惊一看。 在他们的目光之中, 战场中心的虚空中, 有一道身影盘膝而坐, 若隐若现, 低眉垂目, 发像庄严, 嘴唇如动, 口吐泛英。 嘶, 广场上的众多王者倒吸一口冷气, 神色惊骇。 那道身影黑发青山, 赫然就是刚刚已经生死到消的见戒苏竹。 苏竹没死, 有人惊呼一声, 话音刚落, 瞬间引起来一片哗然, 众多王者亲眼看到这一幕, 如见鬼神, 惊掉了下巴, 脑袋里嗡嗡作响, 一时间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怎么可能, 那可是十八道无上神通啊? 这天蔽日, 清复而下, 什么身法秘术, 都无济于事, 这个见戒苏竹是如何躲过去的? 第2877章识破今天, 我知道了, 一位精通佛法的王者似乎想到了什么, 神色凝重, 缓缓道, 我曾在一部古籍中, 看见过一道有关无间大帝的记载。 那则记载中, 描述着一场大战, 无间大帝当时就释放出一道秘法, 几乎必开索有敌人的攻击。 那道秘法, 名为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 这四个字说出来, 顿时在奉天广场上引起一阵波澜。 另一位王者望着战场中, 隐藏在虚空中的那道身影, 审圣道, 这道秘法已经接触到空的奥义, 所以, 此子才能躲进虚空, 避开十八道无上神通的攻击。 所谓空, 只虚空, 也只空间, 而动天的形成, 便是开辟出一方动视空间。 苏子墨虽然还无法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空间, 却可以借助这道秘法, 躲进虚空中, 进入无我状态, 使得万法不沾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道秘法的存在, 已经上升到动天境的层次。 怎么会这样, 雾血王大皱眉头, 脸色突然变得有些难看, 到诸法无我, 一个真灵掌控着这等秘法, 未免太过可怕, 谁还敌得过它? 不然, 痴龙王突然说道, 诸法无我虽强, 却也没有强大到无法匹敌的地步。 这道秘法, 归根结底, 只是一道躲避攻击的法门。 众位王者暗暗点头, 若是在单打独斗中, 这道秘法能发挥出来的作用并不大, 最多也只是能躲避一次攻击而已。 但巧合的是, 刚刚的那一次攻击中, 有十八位无上真灵同时出手, 释放出十八道无上神通, 如此一来, 才将这道诸法无我的作用, 发挥到了极致。 不对, 众多王者心中一惊, 突然反映过来, 刚刚的一幕, 似乎不是巧合, 污形蛊惑众人, 召集其他无上真灵出手的时候, 苏子墨并未阻止, 只是任其发展, 才最终形成如今的局面。 也就是说, 这一幕, 极有可能是苏子墨有意在引导。 好深的算计, 不少王者暗暗则舌, 能在这种形式下, 还能如此镇定, 将这么多无上真灵全都算计进去, 这等心思, 实在可怕。 可众人转念又一想, 即便见解苏竹必开十八道无上神通, 他仍然要面临着十八位无上真灵的围攻, 他想要做什么。 难不成, 不少王者的脑海中, 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 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就在此时, 战场上, 已经发生变化, 十八位无上真灵踏空而立, 大皱眉头, 四处寻找着梵音的源头, 心底盈盈涌起一阵不安。 眼前这一幕, 着实诡异, 就在此时, 悟行手中捏动法觉, 一直点在自己的眉心处, 双眸中突然激荡出两道幽光, 落在不远处战场的中心。 两道幽光打过去, 战场中心上, 浮现出一道身影轮廓。 嗯, 有人, 其余的十七位无上真灵也反映过来, 心神一灵。 这道身影轮廓逐渐清晰,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显化出来, 正是刚刚消失不见的苏子墨。 围观的人群看到这一幕, 引起一阵阵惊叹, 林寻珍, 龙黎, 木连等人又惊又喜。 邪魔罪灵那边, 十大邪魔中的几位都看得目瞪口呆。 好家伙, 这都没死, 夜叉鬼灵则舌, 乌行, 鹿瘫等人脸色阴沉, 相互对视一眼。 凭心而论, 看到本应该生死的人突然又出现在众人眼前, 他们的心中, 还是有些发虚。 但转念间, 众人又一想, 虽然他们没有了无上神通, 见戒苏主也没有。 更何况, 他们这边是十八位无上真灵, 难道十八人联手, 还杀不死一个苏主? 诸位, 成败在此一举, 乌行见十八位无上真灵中, 已经有人神色迟疑, 被刚刚这一幕所振折, 连忙开口, 继续说道, 我们刚刚已经对他出手, 双方都没有退路, 就是你死我活。 若是让他恢复过来, 我们谁都别想继续在邪魔战场中带着。 朱军, 此时只差最后一搏, 若是我们在这最后关头退缩, 被一个虚弱至极之人吓退, 我们这群人就是三千界的笑话。 不得不说, 乌行这番话, 确实煽动性极强。 原本有些动摇的无上真灵, 此时也深吸一口气, 目光坚定起来。 杀, 陆瘫大喝一声, 阵壁高呼, 十八位无上真灵也同时发出一声呼喊, 寄出各自神兵秘法, 朝着战场中心的苏子抹杀了过去。 另一边, 齐心均鱼, 林寻真, 龙离, 木连四人也准备出手。 四人之中, 均鱼, 林寻真, 龙离三人最少能挡住三位无上真灵, 而木连还有一道无上神通没用。 四人上前, 最少能帮助苏子墨抵挡五六位无上真灵。 但还没等四人动手, 苏子墨的反击, 陡然爆发。 如此凶猛, 如此惨烈, 如此狂暴, 轰, 苏子墨的体内, 突然传出一声巨响, 紧接着, 只见他的身体上, 突然又生长出两颗脑袋, 四条手臂。 三头六臂, 这道绝世神通, 在三千界中不算罕见, 在场的十八位无上真灵中, 也有人修炼成功。 三头六臂, 我也会, 露滩大喝一声, 也释放出三头六臂之态。 就在十八位无上真灵杀到境前之时, 只见苏子墨的三颗头颅旁, 再度生长出一颗脑袋, 六条手臂之后, 又生长出两条手臂。 四手八臂, 识破惊天, 苏子墨的四只手掌上, 分别握着太乙浮沉, 轻平剑, 黄与善, 三宝玉如意, 另外四只手掌, 或并拢捏出剑指, 或凝聚神通, 或凝炼法觉, 或赤手空拳。 在这一刻, 苏子墨的气势达到巅峰, 那道身影展开四手八臂, 如同上古魔神, 顶天立地, 君灵天下, 目光如电, 环顾与内, 不可一世。 此时此刻, 不少人的心中甚至生出一种错觉, 陷入围攻的并非是剑界苏竹, 而是十八位无上真灵。 邪魔战场内外, 三千界, 万族生灵,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瞪大了双眼, 脸上浮现出难以置信之色。 奉天广场上的诸多王者满脸惊骇, 浑身汗毛梳了起来, 头皮都是麻的。 第二千八百七十八张藏剑, 随着修为境界的提升, 有些神通秘法会被舍弃, 但还有一些会保留下来。 像是身法类, 辅助类的诸多神通秘术, 在各个境界, 都能发挥出不同的作用。 像是三头六臂这种, 即便修炼到动天境, 毕竟, 依然能爆发出极强的威力, 提升修饰自身战力。 在场的众多王者中, 便有一部分懂得三头六臂, 但众人修炼促十万年, 却从未见识过四手八臂, 甚至在古籍中, 都没有任何记载。 四手八臂, 虽然只是多出一颗脑袋, 两条手臂, 但蜕变太大, 古今未见, 恐怕已经达到无上神通的级别。 诸仙剑, 神像之牙诸雀天火, 六道轮回, 阴阳无极, 再算上这道四手八臂, 意味着剑界苏主已经领悟了六道无上神通。 太可怕了, 六道无上神通洗礼肉身血脉, 足以让他吞去繁体, 脱胎换骨, 甚至比肩神族, 龙族。 他还只是空明旗, 他的潜力真是, 巫界天眼界, 石界等诸多界面的王者, 脸色都变得极为难看, 阴晴不定。 如果说, 看到间接诞生这样一位妖孽, 他们刚刚的心中, 还只是有些妒忌。 而此时, 这种妒忌, 已经转变为深深的忌惮和担忧。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甚至还夹杂着一丝丝不愿承认的恐惧。 空明旗, 领悟六道无上神通, 其中还有六道轮回, 四手八臂这等正骨朔精的强大手段。 弱势任由他继续成长下去, 简直无法想象。 纵蓝古精, 从未有过这样一位妖孽, 可以修炼到这种程度。 所以, 没有人可以预测他的未来, 众人也不敢想象, 必须要将他扼杀掉。 韩慕王等人的脑海中, 同时闪现过这个念头。 哪怕打破超级大界之间的默契和平衡,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将此子提前扼杀。 这不仅仅是为自己界面的无上真灵复仇, 这更是为他们所在的界面, 提前解决掉一个巨大的威胁。 只不过, 他们还需要等待一个时机, 这里是奉天界, 根本没机会下手。 邪魔战场中, 苏子墨释放出四手八臂, 四双眼眸神光迸发, 面对着围攻过来的十八位无上真灵, 浑然不惧, 突然张口。 吼, 苏子墨的喉咙深处, 突然爆发出一道震耳欲龙的咆哮声, 惊天动地, 万籁俱集。 龙吟秘术, 而且, 是融合青龙之喉等英语秘法, 蜕变而成的龙吟秘术。 在这道龙吟声中, 甚至还夹杂着滚滚雷音, 厚重威严, 无可抵挡。 龙族本就位列于万族前列, 对绝大多数的种族生灵, 都有着先天的血脉压制。 这种龙吟声, 更是会让众多生灵, 从内心深处生出一种畏惧。 而如今, 苏子墨这道龙吟秘术爆发出来, 使得邪魔战场周围的万族生灵全部晋升。 就连远处的龙鲤, 感受到这道龙吟秘术, 都觉得心神战力。 他都有些承受不住, 周围的十八位无上真灵的身形, 在这道龙吟秘术的冲击之下, 纷纷一顿, 宫式都停滞下来。 突、突然, 原阳界的那位无上真灵的肉身, 在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化为一团血雾。 此人来自低等界面, 虽然修炼成为无上真灵, 但肉身血脉相对较弱, 如今距离苏子墨最近, 竟被这道龙吟秘术, 生生镇死。 就连元神都没能逃出来, 行神俱灭。 实际上, 不仅仅是他, 其余的十七位无上真灵, 也遭受到不小的冲击。 虽然有人同样释放出阴玉秘法, 但在这道龙吟秘法下, 根本抵挡不住, 瞬间被击溃。 肉身血脉不够强大的无上真灵, 有的蹊跷都开始流血, 有的浑身骨架嘎吱嘎吱乱响, 脏腑一味, 口吐鲜血。 只有三族金屋一族的露滩, 聚人族等寥寥数位肉身极为强大的无上真灵, 才没有受到明显的伤害。 实际上, 若只是一道龙吟秘术, 还很难爆发出如此威力。 只不过, 在四手巴鼻的状态下, 苏子墨的四张嘴同时开口, 释放出龙吟秘术。 这等于是四道龙吟秘术叠加在一起, 爆发出来的杀伤力, 堪称恐怖绝伦, 这便是四手的意义所在, 周围的十几位无上真灵尚且如此, 在他们身后掩杀上来的众多真灵强者, 就更加不堪。 战场上, 龙吟秘术震动虚空, 荡起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波纹, 像是湖面上的涟漪, 朝着四周荡漾。 扑扑扑, 那些真灵强者的身躯, 被这些涟漪掠过, 要么被震得四分五裂, 要么瞬间化为一团血雾, 生死盗销。 刹那间, 不知有多少真灵强者, 连苏子墨的衣角都没碰到, 便横死当场。 战场周围的虚空, 都被染成了血红色, 以至于天空中, 都开始飘落一片片细腻的血雨。 太惨烈了, 一吼之威, 竟如此可怕, 只是一道阴玉秘术, 便将十八位无上真灵的信心, 彻底击溃了。 眼看着一位无上真灵, 被苏子墨生生吼死, 剩下的十七个人, 也都是遭到不小的冲击, 谁还敢上前。 就连乌行都不再想着煽动蛊惑, 只想离开此地。 恐怕只有无上神通, 才能压制住四手巴臂状态下的苏竹。 乌行、陆滩等人心声退役, 准备战壁锋芒, 撤离战场。 只不过, 苏子墨可没打算让他们随随便便地离开。 龙吟密法之后, 苏子墨手持轻平剑, 挥剑翼斩。 刷, 无数道清光剑影迸发出来, 从天而降, 战场中心的虚空, 像是遭受到巨大的冲击, 突然扭曲塌陷, 浮现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深坑中散发出 强大的吸扯力, 要将周围的石漆为无上真灵吞噬进来。 这座深坑木气弥漫, 死气沉沉, 宛如一个巨大的坟墓。 无数清光剑影交错, 降临在这座巨大的坟墓之中, 斩断生机, 风筑退路。 藏剑, 千年过去, 这道藏剑法门变得越发可怕, 不仅有剑道的杀伐之意, 还有藏天的死亡之意, 两者近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形成这际剑道之法。 突, 一位无上真灵被诸多清光剑影刺穿, 瞬息间, 身上便已是千疮百孔, 气血流失。 此人双目圆凳, 挥舞着双手, 想要挣扎着逃出去, 却抵挡不住藏剑之意, 被拖入坟墓之中, 生机断绝。 第二千八百七十九章全部身影, 十几位无上真灵, 想要从这座巨大的坟墓中挣脱出来, 却发现根本身不由己。 深陷坟墓, 不仅有剑气灵力, 堵住众人的退路, 还有死气弥漫, 封住众人的生机。 有的无上真灵, 想要祭出奉天令牌, 发现深陷坟墓, 就连奉天令牌都无法催动。 大罗剑点, 藏天经, 都是禁忌秘点。 从其中领悟每一道秘法, 释放出来, 都无比可怕。 而如今, 两部禁忌秘点融合之中, 诞生出来的法门, 更是难以想象, 只是一件, 便要埋葬十七位无上真灵。 若是正常情况下, 以十七位无上真灵的手段, 未必会如此挣扎。 只不过, 他们先被四手巴逼状态下的龙吟秘术震哲, 失了先机, 纷纷受伤。 稍有失神之下, 藏剑法门已经降临下来, 此时, 众人在想要挣脱, 便难上加难。 当然, 十七位无上真灵中, 毕竟有的无上真灵底牌强大, 释放出诸多秘法, 天赋神通。 有三道身影, 满身剑痕地从坟墓之中, 爬了出来, 狼狈不堪, 满脸惊恐。 其中两位, 便是最初煽动众位无上真灵对苏子墨出手的乌形, 另一位, 便是金乌界的露滩。 还有一位来自墓界, 这位墓界的无上真灵, 是牺牲了自己辛苦炼制无数岁月的战师, 才侥幸保住性命。 墓界修饰炼制的战师, 就像是他们的兵器一样。 刚刚葬身于坟墓中的那具战师, 已经被这位无上真灵炼制成真一镜顶级, 堪比九阶纯阳灵宝。 即便如此, 这具战师依然抵挡不住藏剑之威。 相反, 这具战师落入坟墓中, 仿佛得到超脱一般, 不再挣扎, 不再反抗, 而是老老实实地躺在里面。 这位无上真灵无奈之下, 催动秘法, 将战师引爆。 借助战师自曝产生的巨大的力量, 才得以挣脱坟墓, 逃出生天。 除了他们三人, 剩下的十四位无上真灵, 全部葬身于这座巨大的坟墓中, 生死盗销。 逃得掉马, 苏子墨唯唯冷笑, 随手一抛, 三宝玉如意破空而去。 那位墓界无上真灵 才刚刚爬出坟墓, 便有一道清光从天而降, 狠狠地砸落在他的天灵盖上。 砰, 这一下, 直接将他的脑袋砸出一个大窟窿。 这位墓界无上真灵目光呆滞, 身形微微摇晃了下, 直挺挺地从半空中坠落下去, 已经身亡。 逝去战施, 这位墓界的无上真灵的战力, 与普通真灵强者相差无几。 三宝玉如意和等坚硬, 硬扛九节纯阳灵宝都不落下风, 只是一下, 便将他打死。 从始至终, 苏子墨看都没看此人一眼。 他的注意, 还是放在逃走的乌形和鹿滩两人身上。 乌形借助乌族咒法, 刚刚逃出坟墓, 便摸向腰间的奉天令牌, 准备撤离邪魔战场。 但就在此时, 千条万道迎撕破空而来, 直接将他缠绕住。 在太乙浮沉的束缚下, 乌形一动不能动, 而四手巴臂的苏子墨已经杀到劲前。 望着杀气腾腾的苏子墨, 乌形吓得魂飞魄散。 但命悬一线之际, 他依然做出最快的反应, 全力催动元神, 想要释放出元神秘术。 但就在此时, 他突然感觉到元神传来一阵虚弱。 他的元神秘术, 都无法凝聚出来, 怎会如此? 乌形心中大惊, 下一刻, 他突然感觉到身上传来一阵剧痛, 太乙浮沉上的几缕银丝滑破他的衣衫, 落在他的皮肤上。 瞬息间, 他的皮肤便冒出滚滚清烟, 像是被腐蚀到一半。 他的血脉, 都在迅速地衰竭, 啊, 乌形惨叫, 吸吼一声, 你, 你用毒。 他的状态, 确实向染了剧毒, 但实际上, 苏子墨的太乙浮沉上, 根本没有任何剧毒。 只不过, 他在释放出太乙浮沉之前, 将几缕银丝沾染了一些地狱的明泉之水。 当初, 五道本尊交给他的明泉水, 冲刷掉两大诅咒之后, 还剩下少许。 既然地狱明泉, 能冲刷化解诅咒之力, 或许对巫族中人释放, 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此举, 也只是他灵光乍闪, 没想到, 地狱明泉对巫族的伤害, 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只是这点地狱明泉, 就几乎废了这位无上真灵。 此时大战并未结束, 仍有强敌环似, 苏子墨并未多想, 手指倾平剑, 向前一展。 扑吃, 一道剑光从天而降, 没入乌航的身体内, 下一刻, 乌航的身躯裂长两劫, 从半空中坠落, 原神极灭, 已经生死。 再展一位无上真灵, 另一边, 露滩气血汹涌, 浑身燃烧着金色火焰, 化作一道金光, 已经逃到远处, 脱离战场。 他刚刚接连释放出多道神通秘法, 释放出天赋神通, 又催动血脉异象, 才从那座巨大的坟墓中逃离出来。 他的血脉异象, 已经被无数的青光剑影撕裂, 被那座坟墓埋葬。 露滩逃出坟墓, 没有第一时间祭出奉天令牌。 因为他知道, 他并未脱离战场, 间接苏竹随时都会杀过来, 他根本没有机会祭出奉天令牌。 只有逃离战场, 与纳德斯守巴比的恐怖存在拉开距离, 才能祭出奉天令牌, 逃离此地。 好在三族金屋一族, 除了一身太阳金火无比强大之外, 身法速度上, 也处在万族生灵的前列。 在身法上, 能超过三族金屋一族的并不多。 也只有金翅大鹏一族, 可稳稳压过他们一头。 突离战场之后, 路滩脸色惨白, 心有余悸地回头看了一眼。 此时, 那个死守巴比的苏竹才刚刚斩杀乌行, 与他隔着很远的距离, 根本来不及追过来。 路滩咽了下口水, 轻舒一口气, 他一边朝着苏子墨比划着挑衅的手势, 一边摘下奉天令牌, 准备离开这里。 就在此时, 他突然看到, 远处的苏竹也朝着他的这个方向指了指。 嗯, 路滩的心中, 刚刚升起一道疑惑, 就在此时, 一大片阴影突然笼罩下来。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从路滩的西边, 突然浮现出一头杀气腾腾的白虎圣兽, 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将路滩吞噬下去。 路滩生机断绝, 白虎闲尸而去, 大战至此, 十八位无上真灵全部身隐, 无一信念。 第二千八百八十章下退, 凤天界, 漂浮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碎石杀利, 一粒尘埃, 隐藏在这些碎石杀利之中, 若是神势渗入进去, 便能发觉这是一处空间节点, 里面别有洞天。 这里是凤天界的秘境, 凤天界的修饰生灵, 包括最核心的统治者, 都居住在此地, 监视着凤天界的每一个角落。 邪魔战场那边出了不小的动静, 凤天秘境中, 一座悬浮在半空中的巨大宫殿里, 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却看不到任何人影。 看到了, 见解出了一个妖孽, 领悟六道无上神通, 确实罕见。 空旷的宫殿中, 另一道声音响起, 不只是六道无上神通, 刚刚慈子释放出来的法门中, 蕴藏着两部禁忌密点的奥义, 其中一部是大罗见点, 另一部却是藏天经。 第三道声音响起, 说出藏天经三个字之后, 宫殿中突然安静下来, 变得有些压抑。 取久之后, 宫殿中才突然传出一声叹息, 他回来了, 之前九幽罪地破碎, 会不会是他的手笔? 应该不是, 我去看过一次, 倒更像是地狱之主的力量。 地狱之主, 怎么可能, 他不是早就被无间镇压了? 不清楚, 这个见解的苏主懂得藏天经, 难道是他的传人? 应该不会, 若是他选定的人, 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暴露? 他的老子, 应该不在见解, 而是天界, 此子就算不是他的传人, 毕竟接受过他的传承, 还是有些关联, 要不要抹杀掉。 一个真灵与我等而言, 如同蝼蚁, 毫无威胁, 何必在意? 这个苏竹在邪魔战场中大开杀戒, 得罪了不少戒面, 有传多想要除掉他的人, 交给他们吧, 我们只需要稍稍推波助拦即可。 不错, 让这个苏竹自生自灭, 也算是给见解一个警告, 让他们不要重蹈覆彻, 见解那几个老家伙, 应该看得懂。 一个真灵不值一提, 我们的注意, 还是要放在天界那边。 奉天广场上, 人群中, 不时传出一阵阵惊叹, 倒吸冷气的声音。 见解苏竹, 在连番大战, 斩杀天眼族夏英, 十族石破, 神族明辉神子, 重创血腾族血文之后, 被十八位无上真灵围攻, 竟然还能爆发出如此可怕的反击。 包括乌行, 鹿滩在内的十八位无上真灵, 全军覆没。 此子太强了, 不知他的原神如何修炼, 竟如此凝炼, 释放出多道无上神通, 居然还有一例, 无敌了, 古往今来的第一真灵。 绝大多数的界面对于这场大战, 原本就只是看个热闹, 不占任何一边。 看到如今这个结果, 自然会发出一阵阵感慨, 但乌界、 金乌界、 天眼界等刚刚折了无上真灵的界面王者, 可都是脸色难看, 恨得咬牙切齿。 听着周围的议论, 看着发出一阵阵呼喊的见解众人, 寒木王、 乌血王等人更是怒火中烧, 无法遏制。 陆云, 你们别得意, 乌血王咬着牙齿, 正要说些什么? 旁边的痴龙王突然开口, 道刚刚是谁说过, 若是你族的乌行死在里面, 就不会抱怨, 不会怨恨, 也不会怪罪旁人。 乌血王脸色铁青, 恨不得狂抽自己两个巴掌。 吃龙王冷笑道, 乌血王, 我若是你, 现在就老老实实地把嘴闭上, 别再来丢人现眼。 听到这句话, 乌血王只觉得胸口憋闷, 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幽兰仙王突然吟吟一笑, 道, 说起来, 乌行, 陆滩等几位小友, 与苏族无冤无仇, 原本也不会遭此劫难。 只是因为夏英小友临死前夺走苏族的奉天令牌, 才让乌行, 陆滩等人动了贪念, 最终落得这个结局。 韩木王原本听着, 还没感觉出什么。 但等幽兰仙王说完第二句话, 他突然发现, 不少王者都朝他这边看了过来, 甚至乌血王、 陆乌王等人看着他的目光, 都突然多了一丝怨念。 韩木王回过魏尔来, 立马急了, 大声质问道, 幽兰, 你这话什么意思? 乌行, 陆滩他们是死在苏族的手中, 难道你还想把这笔血债, 扣到我天眼族的头上? 幽兰仙王笑着摇头道, 韩木王, 我可没这么说。 乌行, 陆滩他们确实被苏族所杀, 但也是他们就由自取, 毕竟他们落井下石在先, 主要还是被夏英坑了。 确实, 若是没有夏英这一手, 苏族直接离开邪魔战场, 后来的明辉神子, 石破, 乌行等人也不会死。 夏英真是太坑了, 是啊, 自己难逃一死, 还拉着一大批无上真灵陪葬, 真是太阴了, 韩木王听着周围的议论声, 脑袋里嗡嗡作响, 双眼布满血丝。 天眼族众人也是一脸萌, 他们还没从夏英身陨的悲痛中, 彻底缓过近来, 便突然发现眼前发黑, 天降一口大黑锅。 连番打击之下, 韩木王已经无法控制情绪, 指着不远处的剧目, 狠声道, 四手巴逼又如何? 他释放出促道无上神通, 这么多底牌, 他还剩下多少战力? 只要随便一位无上真灵赶站出来, 便足以将他杀死。 实际上, 邪魔战场中的无上真灵, 若是想要站出来对苏子墨出手, 早就站了出来。 如今剩下的众多无上真灵, 几乎都是处在观望状态。 当然, 围观的真灵太多, 肯定还有人蠢蠢欲动。 昏、 彭二姐的两位, 便有些跃跃欲试。 战功欲碑前十的无上真灵, 死的死, 伤的伤, 他们两位算是剩下的无上真灵中, 战力最强。 但这两位刚刚站出来, 还没等冲向那道黑发青山的身影, 那人突然转过身来, 朝着两人淡淡地看了一眼。 这个人的眼眸中, 左眼漆黑如墨, 右眼洁白如玉。 昏戒北明渊, 彭戒第九皇子看到这双眼眸, 再度勾起两人心底深处的恐惧, 不禁回忆起下阴惨死的一幕, 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 两位无上真灵才刚刚迈出半步, 就被苏子墨一道眼神, 吓得退了回去。